简随英第一次见到李玉是在她自己家的客厅 她叼着烟镜门的时候 就见到简随林和一个男孩坐在沙发上 俩人玩着篮球 听到开门声沙发上聊天的两个人齐齐看向门口 简随英和那男孩四目相接的一瞬间 突然就有点挪不动步了 当时的感觉有一种说法叫一见钟情 直白点的就是见她第一眼就有感觉了 总之 她当时心跳加速脑门上的血管突突直跳 简随林看到她赶紧道 哥你回来了 这是我同学李玉老手掌的孙子 简随英直呼没见过 弟弟回打李叔叔之前调到外省去 今年刚调回来 和她小时候就认识但也是好久没见了 简随英按捺着悸动的心 尽量维持面部平静走了过去 伸出手笑到李老的孙子 那你可得叫我生哥 李玉表情很是淡然但并不失礼 跟她轻轻一握点点头叫了一声简哥 简随英对她的喜爱又多了几分 手上柔韧结实的肌肉让她心头一颤 她故意拍了拍李玉的背 说到刚踢完球空调别开这么大 你们衣服都没干该感冒了 简随英难得碰上她哥 对她这么和颜悦色的时候 连忙拿起空调遥控器 把温度调高了点 简随英又让吴妈去做饭 给两个小伙子吃 恰巧吴妈不在 弟弟看哥哥心情不错 便要大展厨艺 直奔厨房来上一道酱爆茄子 他人一走 剩下李玉跟简随英大眼瞪小眼 李玉多少有些尴尬 简随英则是热情地拍拍她的肩膀 笑道站着干什么做 李玉客气地笑笑坐了下来 简随英也跟着坐在她旁边 看着她光滑的脸蛋和清晰的轮廓 真恨不得现在就把人压倒在沙发上 把她身上的球服扒下来 肆意妄为一番 简随英尽量保持面部表情正常 以兄长的口吻问道 你们这眼看都要高考了 现在换学校能适应吗 李玉随口应付可以适应 眼神却忍不住往厨房飘去 简随英点了根烟看了眼李玉 笑道来一根马 李玉拒绝 简随英看着她白玉一般的脸庞上 淡然疏离的表情 心里愈发喜欢但她不是瞎子 看得出来李玉不怎么爱搭理她 这也难怪她是简随林的朋友 那小子背后指不定怎么说她 她的朋友能待见自己就起了怪了 可是越是这样越有挑战性 她简大少还就喜欢这样对她爱搭不理的 她仿佛看不见李玉眼里的尴尬 继续跟她扯淡 你叫李玉啊哪个玉啊 李玉回答玉气的玉 简随英调侃这不是小姑娘的名字吗 李玉垂下眼瞼没回话 这名字挺好要是放别的男的身上 肯定别扭放你身上就越品越有味道 简随英的语气已经带了些许暧昧 李玉也不知道听出来没有 我小时候见过你没有你几岁离开的 你要是像现在这么帅我肯定忘不了 你成绩怎么样打算考哪个学校 一连串的问题 李玉脸上已经显出了一丝不耐烦 但是碍于面子没法起身就走 简随英脸皮厚人家越不搭理她 她越来进而继续闲扯 说着还趁机拍了拍李玉的背 感受了一把那蓬勃年轻的肌肉 心神一阵荡漾 李玉此刻尴尬到了极点要去厨房帮忙 却被简随英一把拽回继续询问 小林子有女朋友没 李玉也只好摇了摇头 要是有你得跟我说说 我也是为了她好 简哥真的没有李玉斩钉截铁道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 其实这才是简随英真正想问的 简随林交不交女朋友干她什么事 李玉真有些坐不住了 只好特无奈地说我也没有 简随英心里挺高兴她看差不多了 也就不再拽着李玉扯淡了 李玉眼里的不耐烦已经眼都掩不住了 其实简随英这个人 不至于刚见面就惹人烦 只可惜李玉作为简随林的朋友 从心里就不待见她 简大少也知道见好就收 再烦她就适得其反了 那你先坐着我去厨房看看 说着起身往厨房去了 李玉这才松了口气 简随英一进厨房 就见她弟弟正围着围裙炒菜 脸上的表情很专注 简随英往门框上一靠 随口说道做得怎么样了 哥快好了你回去坐着吧 这油烟大 简随英走到她旁边看着锅里 感叹到挺香啊 小林是从小被她这个哥挤兑到大的 一年到头有几天能对她如此和颜悦色 让她一时相当不能适应 都不知道怎么接话 简随英不经心地说 李老的孙子这么空降而来 你们学校的小姑娘不得疯了呀 简随英笑道 是啊 刚来那天跑我们教室看她的女孩子 把走廊都堵满了 简随英不知道怎么地 心里居然有几分得意 大概是觉得自己眼光不错 弟弟手脚麻利 很快就弄好了三菜一汤 热腾腾地摆上了桌 李玉跟弟弟坐到一起 神情才放松了一些 简随英拿出一瓶度数比较低的果酒 正好给小孩喝两口注注信 简随英没什么反应 李玉看了酒杯一眼到 简哥我不会喝酒 她把酒杯往李玉面前一推 笑道 酒有什么不会喝的 男人哪能不会喝酒 你放心这个度数特别低 我家狗喝都没事 李玉微微醋眉 简哥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 多大点是来吧 给哥哥面子 李玉眼里闪过一丝不悦 但也没表示什么 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简随英大笑道 你小姑娘啊 男人喝酒就大口地来 小林子来给他看一个 简随英抓着酒杯 一口干下去半杯 结果喝得太急 呛了一下 上红着脸直咳嗽 李玉赶紧给他拍了拍杯 询问要水吗 简随英摆摆手 简随英举起杯子 凑到李玉眼前来跟哥干一口 李玉无奈地举起杯 跟简随英碰了一下 然后仰伯喝了比较像样的一口 简随英看着李玉 不情不愿的小眼神 心里涌上一股变态的快感 简大哨心满意足地开始加菜 并且拿筷子敲了敲桩虾的盘子 小林子给哥包几颗虾 简随英放下筷子 老老实实地给他哥包虾皮 李玉手一顿余光落在小林的手上 这么好看的手 干点什么不好李玉心想 只是对于别人的家务事 当面他不便插嘴只能忍着 简家两兄弟倒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简随英把虾包得干干净净地 放到他哥碗里 然后自己才重新动筷子 吃完饭后 也差不多到他们上学的时间了 走吧我送你们去学校 简随英有些为难地看了李玉一眼 吃一道鸽我们俩想先洗个澡 打完球太脏了 那去啊我又不赶时间 简随英对弟弟从来就没这么耐心过 一时弄得简随英相当不适应 那我去洗了李玉 你上来等等我 我很快的 简随英冲李玉道 你去我房间的浴室洗吧 节省点时间 李玉心里一万个不乐意不 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 就跟着简随英上了楼 进了他的房间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水声 简随英盯着那扇薄薄的门 脑子里又生出了不少不堪入目的幻想 这太磨练意志了 李玉洗得很快 便找简哥要衣服 简随英拿着准备好的衣服走了过去 递给他的同时忍不住看了眼 看得简随英彻底不淡定了 可惜再不淡定他也没敢动它 李玉光顾着拿衣服 没看着简随英那么放肆的眼神 看着李玉结实的身材 他哥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 接着一道车库 李玉的眼神就变了 简随英心里窃喜 但凡是个男的就没有不爱车的 简随英拍了拍李玉询问喜欢哪个 他愣了一下 喜欢哪个今天就看哪个你来挑 简随英说着就自然地把手搭在了李玉的肩膀上 小林的身体将了将抿着嘴 迅速把眼神别开了 李玉就随手指了指那辆马沙拉蒂 就塌了 简少爷是个破碍嘚瑟的人 把俩人送到地方后 自己也跟着开门下了车 李玉脸色却很是不好看 跟简随英说了声再见 就迅速地淹没在了人海中 看着李玉的背影 简少爷舔了舔嘴唇 晚上便在酒店把白嫩嫩的男孩 压在身下好好发泄了一番 身体虽然很累 心里却没满足 他希望在他身子底下的 是那个一脸淡漠的英挺少年 不过简大少在禽兽 也没打算现在就对李玉出手 还有不到俩院就高考了 孩子寒窗苦读十多年 自己不能这时候耽误人家 老李家的人还是不动得好 那可是全家人的心肝肉 要是被老李家知道了 他也不用混了 接着把烟网烟灰缸里一案不响了 说不定过个几天 他连李玉长什么样都忘了 自己在这儿纠结什么 一连三个星期 简随英都没再回过家 他对李玉这个人 基本也淡忘了 可是赶巧他爸爸来了 发来微信 让他回家吃饭 并且让他顺路接弟弟回来 没办法只好提前下了班 去学校接简随林 离校门口不远处的篮球场上 他一眼就看到了简随林 也看到了旁边的李玉 心突然狠狠跳了几下 林大老远也看到了他 赶紧跑了过来 露出一口白牙笑着 哥你来了 简随英随便看了他一眼 眼光就飘移到了李玉身上 李玉漂亮的一个三步上篮 紧接着他就甩下了球 最终目光定在他们这边 顿了顿 然后也跑了过来 简随英的目光 已经彻底被他吸引了 这段时间被他淡忘的 对李玉的思念 再见到他的一瞬间 就给挑的老高 犹如惺惺之火一般燎原了 一行人便准备出发 见李玉也要去 简少爷心中窃喜 询问弟弟李玉也去嘛 弟弟答道 是啊还请了其他同学 不过李玉先跟我们回家吃饭 简随英正想问他 请好几个同学干嘛 李玉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语气有些声朗地说 今天是随林生日 简随英冷漠的也没了下文 三人各怀心事地回到家 弟弟一进屋子 所有眼光都落到了他身上 纷纷说着生日快乐 今天是个颇有意义的日子 到场的亲戚不算少 家里一时很热闹 许玩愿吹了蜡烛 简随英把切下的第一块蛋糕 给了简随英 饭桌上大家主要的话题 都集中在简随英的事情上 这让简随英觉得异常没趣 吃完饭后李玉拿出礼物 吸引了简随英的目光 没想到是和自己同款的手机 简随英还以为 李玉这样有灵气的小美人 能送出什么有创意的东西 不禁有些失望 连留在这里最后的兴趣都没了 简随英从自己口袋里 也掏出支票本 填了个数就撕下来 递给弟弟当做生日礼物 他爸爸正好在俩人旁边 瞟了眼支票就不太赞同道 随英你也不给你弟弟挑个礼物 他一个十来岁的学生 给他那么多钱干什么不着调 简随英不在意到 他都成年了 应该知道怎么花钱 心里去冷哼道 谁有心思给那个女人的儿子挑礼物 便要离开 弟弟眼里闪过失望的神色 想要送哥哥 李玉开口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离开不好 你在这待着 我送你哥吧 简随英可求之不得 俩人这就走到了停车场 李玉看着四下无人 轻声道简哥 你不知道今天随林生日吧 没记得简随英漫步惊心道 李玉抬起头 眼睛盯着简随英 你今天连句生日快乐 都没跟他说 简随英也想不起来 自己说没说了 不过今天自己人也来了 红包也送啊 说不说有什么紧要的 李玉弹道 随林从小就很崇拜你 你今天人来了 跟他说句生日快乐 比你送他什么都强 简随英不习惯 这种温情款款的故事 觉得自己有些高看李玉了 他呵呵直笑 崇拜嘛 刚想再说点什么 就又咽了回去 说到算了 我们的关系跟你和你哥不一样 李玉还是坚持 简哥 你至少给他发个短信 说句生日快乐吧 大少爷觉得这是挺逗 掏出手机 就给简随林发了条短信 小林子生日快乐 你哥 几乎是才过了几秒钟 他就收到了回信 写着谢谢哥 你今天能来 我很高兴 简随英似笑非笑地看着李玉 询问满意了吗 李玉点点头样子 开心极了 两周后 充实工作霸占了 简少爷的全部 但生日会后 简随英就没再能忘记李玉 脑子总是浮现李玉的模样 还难得地关注了学生考试的时间 期待着考完试能和李玉出去玩玩 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 方向盘一转 把车开到了学校 篮球场上传来些叫喊声和拍球的声音 一个个看过去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身影 简随英自嘲地笑了笑 心想哪有那么巧的事当拍连续剧呢 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 他希望能有个让自己能真正放松和欢喜的办 这个伴儿最好长得如同自己的理想一般 让他百看不厌 所以才干出这么傻的事情 站在一个中学的篮球场上 期待一次矫情兮兮的偶遇 只可惜没碰上 简随英准备走人了 简哥 背后传来一声不确定的呼唤 敲进人心里 简随英觉得自己呼吸一致 胸中涌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他猛地回身见到他喜欢的少年 就站在他身后 整个人湿漉漉的脸上 带着运动过后的红韵 李玉有些不好意思的微微一笑 抖了抖湿漉漉的衣服 说太热了 简随英如梦初醒 今天是真够热的 你怎么还在学校 正巧李玉的同学跑了过来 大哥你打球不 我们想三对三正好缺个人 简随英心想这小子真有眼力剑 挽起袖子就过来了 李玉饶有兴趣的看着他简哥 你这鞋这裤子能打球吗 简随英看了看自己量身剪裁的西装裤 和增量的皮鞋 说着不碍事 我上学的时候可是笑对的 简随英一弯腰架势就出来了 几个男孩子围了上来 三三的阵势打了起来 李玉分在了对家 简随英穿的这身衣服 多少是碍事的 再加上有些星园一马容易走神 他一晃身转眼就见 李玉的脸近在眼前了 顿时就有些失神动作一慢 没躲成 李玉几乎是贴头贴脸地撞了过来 这大哥子这么全速跑着撞过来 那自卫儿想想也知道不好受 简随英被直接冲倒在地 顿时头晕目眩 紧接着李玉整个人压到了他身上 唤来了一声哀叫 场面一时有些混乱 众人把简随英扶到观众席 李玉有些紧张 询问简哥你怎么样 他不禁自嘲到年纪大了 真是不行才运动运动就受伤 李玉蹲在他身前 把他的鞋和袜子都脱了下来 看着红肿的脚踝发愁 简随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紧张 就想把脚抽回来说着没事 李玉却抓着他的脚没放看了他一眼 伤的是右脚怎么开车 说完就站了起来 简哥我送你回去吧 简随英心想这阴火得福啊 这脚扭得直 李玉把车拐进了他公寓的地下停车场 开门下车把他重复驾驶扶了出来 简随英这时候就有点耍赖 故意装着不着力的样子 靠在李玉身上 那重量可想而知 李玉刚把他弄出车汗就下来了 简随英那只不胜虚弱的脚 自己把自己绊了一下 差点摔了干脆不客气地抱住了李玉的腰背 李玉传道简哥太热了 你别搂着我 可简大少不这么想啊 他心里想的是这小妖真细 这脖子真白真想啃一口 李玉不知道道貌岸然的简大少 心里的臭流氓想法 于情于理地把人送回家 简随英住在这个二十八层公寓 在电梯里就肚子就咕咕叫起来 眼巴巴地看着李玉 李玉进屋之后环视了一下 冰箱里只有泡面 简随英舒服地往沙发上依靠 笑看着他你做什么我都吃 煮水的时候简随英也没让他闲着 李玉来帮哥一把 我想洗个澡换个衣服 李玉把他扶进浴室 简随英就开始脱衣服 李玉愣了一下 简随英对自己的身材那是相当有自信 就是不知道李玉对男的有没有兴趣 于是他一边慢慢解扣子 一边观察李玉的表情 没想到上衣脱完了 李玉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简随英心里有些沮丧 招呼道你扶我一下我脱裤子 李玉扶着他的手臂 简随英几下裤子就掉到了脚底 李玉表情动了一下 他不知道是不是简家遗传 简随林也是这个 简随英也是 手脚都长得很好看 只是这个人空有一副好的皮囊 人品实在是不行 李玉终于忍不住了小声道 简哥水开了我过去看看 简随英瞄了他一眼 发现他眼睛闪躲着心想 这个有苗头 就更不让他走了 李玉额上又冒出了汗 他总觉得简随英在故意戏弄他 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多心了 这时简随英故意身子一划 赤身就往李玉身上靠 嘴唇轻轻划过了李玉的脸颊 眼睁睁地看着李玉的耳朵红了 他觉得这小子真是太可爱 太可口了 兼具着少年的轻质羞涩 和男人的稳重沉静 再加上长得还漂亮 这种极品上哪找去 简随英这时候立刻下定了决心 人活一辈子及时行乐 管他是谁的孙子 他还就非要不可了 李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半搂半抱地把简随英弄进了浴缸里 然后几乎是逃出浴室的 简随英看着他的背影歪着嘴直笑 果然还是小孩 他觉得把这小子压在身下 尽情疼爱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简随英舒舒服服地泡了的澡 结果见李玉迟迟不来 估计真把他吓着了 他磨磨蹭蹭地擦完身子 才喊到李玉给哥拿浴袍来 李玉眼睛依然是躲躲闪闪的 没敢正眼看他 简随英就故意逗他 怎么跟小姑娘似的 我有的你都有你害羞什么 李玉皱着眉想张嘴身边 可却又意识到 不管他说什么丢人的还是自己 拥泰把逗得简随英哈哈直笑 哥这身材怎么样 这肌肉漂亮吧 一星期至少得练两天的 不是白来的 简随英一边穿浴袍 一边在李玉耳边说 你知不知道男人最该练哪 李玉说不知道 简随英暧昧地笑着 夭夭可是最重要的 你以后就明白了 跟哥说实话 你跟人睡过没有 简随英心里都笑翻了 他以前怎么不知道 逗小孩这么有意思呢 李玉深深吸了口气 要不是他因为自己受伤 加上这是简随林的哥哥 他早一走了之了 现在心里真是怀疑 这种轻薄无聊的人 到底跟简随林 有哪点像兄弟 好不容易简随英穿上了衣服 李玉把他扶到了桌前 简哥你吃吧 我先走了 李玉硬邦邦地说 我妈还等我回去吃饭呢 简随英多少有些失望 他有些后悔 刚才一时得意忘形 戏弄孩子过了头 如果李玉能留下来 陪陪他多好 简随英脚扭着了 就懒得去上班了 弟弟听李玉说 伤着脚了便要去看看 哥哥也没拒绝 还要叫上李玉一起来 爸爸在一旁 让弟弟把东西都带上 那里离考场进也方便 就这样李玉和简随林 来到哥哥的住处 门铃响了 这让简随英的心情 顺时好了起来 弟弟硬要看他的脚 简随英开始不愿意 后来想自己露出 肿得跟馒头似的脚脖子 多少能激起李玉的愧疚心 于是就大方地把脚 往沙发上一放 简随林把他裤脚挽起来 从包里掏出一瓶油 用手握着他的脚踝 开始油轻到重的按摩 李玉脸坐在旁边看着 感觉怎么做都不舒服 他不明白 随林为什么要对这种哥哥这么好 两个小时前 还要给他哥哥带小龙虾 随着简随林 手越来越重 简随英疼得直刺牙 弟弟几乎是哄着他 哥你再忍一忍好不好 简随英不吃力 便一脚踹了过去 弟弟摔倒在地上 李玉却看不下去了 疼得站了起来 黑着脸道 随林也是为了你好 你这是干什么 他这话一出来 俩人都愣住了 简家兄弟的这种相处模式 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俩人早习惯了 简随林有些尴尬 小声呼唤李玉 李玉也意识到自己失态 皱着眉头坐了下来 简随英也皱着眉头 不知道他生什么气呢 仔细想想 李玉这小子还挺讲义气的 简随林很自然地拿出小龙虾 打算包给他哥吃 顺便也招呼李玉坐下 简随英一直很喜欢吃麻辣小龙虾 他的母亲也是如此 而父亲简东远就不一样 他嫌这些东西不干净 往往就因为这些不痛不痒的事情 父亲和母亲就能吵起来 后来简东远出轨 再后来母亲病逝 简东远迎娶了简随林的妈进门 以至于简随英小时候 非常恨那个女人和他爸 那时候他叛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什么是丢人 让他爸难受他就干什么 他没有把简随林弄死 而简东远也没有把他打死 也是奇迹 以至于简随林妈现在立得包着虾 简大哨一口一个地吃 紧接着他哥给弟弟下命令 给李玉也包几颗 李玉沉着脸说要自己包 让他来吧 你就别沾手了 他 李玉面无表情道 我习惯自己动手 他一下子扯断了瞎头 心里隐隐声腾着愤怒的小火苗 他特别反感简随林 这样只是简随林 简随林好像没听出来 他话里的讽刺 说着你们俩少吃点儿 太辣我怕你们会受不了 一定要确保你们明天状态正常 可别闹肚子 简随林笑着点点头哥 你放心吧 不紧张 简随林也咧嘴笑了一下 又问李玉紧不紧张 李玉摇头没什么感觉 不错有点儿破例 所以明儿好好考 你要是能考上X大 简随林眼里带着点期待看着他 你要是能考上你说你想要什么 哥都答应你 谢谢哥弟弟开心回答 简随林又看着李玉 你们考完试想去哪儿玩 哥带你们去吧 李玉没说话 他期待的暑假马上就来临了 如果能和简随林度过 那是再好不过 但他真是不想看到简随林 三人吃吃喝喝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当晚简随林和李玉 睡在了简随林家里 第二天他们打车去了考场 简随林长这么大头一次 干了回哥哥应该干的事 去接自己高考的弟弟回家 当然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他 刚开到他们考试的学校那条街的街口 他头就大起来了 便决定下车 往校门口走去 正无所事事随处打量 就听着背后有人叫他简少 他扭头一看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玉的大哥李玄 他跟李玄并不是特别熟 但是在这样历日当头 人山人海的场景下 俩人抱着一样的目的不期而遇 多少把彼此的关系扯近了一点 甚至还谈起了北海的项目 不一会儿 简随英就看到校门口出现了一个 纯红齿白 俊秀非凡的少年 他简直是比李玄还激动 大老远就大声喊 李玉 李玉 李玄给他吓了一跳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李玉愣了一下 扭头一看 就见简随英再朝他招手 旁边还站着他大哥 李玉冲他大哥笑了一下 赶紧跑过来 说自己考得还不错 短短两天的高考很快就结束了 结束那天下午 简随英去接人的时候 得知李玉已经被李家派车接走了 虽然心里多少有点失望 简随英把弟弟接到了酒店 这次吃饭就他们四个人 一开场就说了不少腻歪人的话 除了简都远说话的时候 偶尔把简随英带上 基本就没他什么事 他也就百无聊赖地晃着酒杯 直到老爸提起让弟弟去各个公司实习 简随英不乐意说公司不养脱油瓶子 要真想锻炼他让他刷盘子去 赵爷一下子坐直了呗 几乎是求救地看了简东远一眼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简随林非常地诚恳求道 哥让我去你公司实习吧 让我从打扫卫生做起都行 简随英不耐烦地回复 谁用你打扫卫生 我们公司保洁的一个月二千二 养一个孩子一个病老公 干得可好了你去抢他饭碗了 简东远脸色立刻变了 这话说的明显就是故意呛人 简随英也懒得跟他老子吵架 站起了身愿意来就来吧 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吃饭 我告辞 说完扭身就走了 简随林的眼睛追随着他离去的背影 眸中渐渐浮现一丝喜色 简随英带着一身烦躁开车往下走 他一想到那三人坐在一块的情景 胸腔就紧绷绷地难受 他对简随林的期望已经很简单了 就是少看一眼是一眼 可他老子偏偏不想如他所愿 总是把简随林往他身边而推 试图唤醒他们的兄弟情 简随英把车停靠在了路边 他心里不舒服就想找个人放松放松 掏出手机看着那些平时熟悉的名字 此时却有些记不起这些人的脸 当翻到李玉的时候 简随英的手顿住了 便邀请李玉在没有弟弟的情况下出来逛逛 却被李玉无情拒绝 简随英不舍得挂电话 不死心地加了一句 你说我在睡前骚扰你 你会不会梦到我啊 李玉干没说话 简随英失望地挂了电话 在家休息了好几天 公司也积累了不少事情 简随英一回公司就连续忙了好几天 不过他没忘要请李玉吃饭的事情 李玉倒真是个大忙人 连续约了他两天 他都没空简随英不想让自己显得太阴晴 也就不再打电话了 他本来以为李玉走之前肯定见不上了 没想到他居然接到了李玉的电话 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 简随英感觉自己心都狠狠跳了两下 这还是李玉第一次打电话给他 李玉的大哥马上就要回广西了 想一起吃个便饭 简随英听到李玉的邀请自然是开心 提前半个小时就来到了餐馆 却被告知李玄来不了了 这顿饭由李玉代劳 简随英眼前一亮赶紧同意 眼看时间还够简随英进洗手间输了半天的头 李玉来得很准时 听到敲门声 简随英调整好坐姿假装看手机 李玉进来连忙道歉 对着这样阳光的少年 简随英自然是选择原谅 并且点了一大桌子菜招呼 李玉见到这种场面 便紧张地询问弟弟为什么没来 简随英畏畏一愣 心想他为什么要来 还感觉到了李玉有些心不在焉 就询问李玉考试之后有什么打算 李玉听随玲说要去各个公司实习 自己也想去就询问可以不可以 简随英愣了愣 一时洗上心头 李玉能来他简直求之不得 但是简大少毕竟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了 明白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那就是越难够到的果子就越甜 他赶紧装作一副有些苦恼的样子 要按我和你们俩兄弟的交情 这根本就不算个事 但是你看你才十七八岁的年纪 我们公司特别忙 我对员工的要求也很严格 连从业好几年的员工 有时候都吃不消 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哥主要是怕你吃苦受累 李玉眼里效力更深 简哥你做的是大生意 我昨晚跟我父母商量了 他们也觉得我在你那儿能学到不少东西 我不怕吃苦受累什么的 就怕你看不上我 简随音心说我早八百年就看上你了 李玉连忙跟他道谢 简随音心里都乐开花了 他想起来过段时间他要去出趟差 就把李玉带上好了多好的机会 简随音那时候是真的没多想 以为李玉只是想跟兄弟混在一起而已 俩人吃完饭后 简随音就想带李玉去玩 哥们儿新开了的酒吧 正好今天过去 李玉也没什么理由拒绝 进了酒吧简随音抬眼一看 心叫一声糟糕 居然是个不正常的酒吧 李玉看着蛮肠子竟是老爷们 跟老爷们黏糊在一起 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 简随音也相当尴尬 绝不是故意带李玉来的 简随音贴到李玉耳边道 我真不知道这里不正常 吓着你了吧 咱们就别进去了 李玉似笑非笑 来都来了进去吧 简随音挺意外地看着他 甚至李玉还觉得有点意思 简随音几杯酒下肚 胆子大了些凑在他耳边说 看什么呢你觉得哪里有意思 李玉没说话 简随音到小李子 以后无论你是要做生意啊 还是当官 这些场合你是免不了要来了 其实你年纪也不小了 以后哥多带你出来玩玩 李玉看了他一眼问道 简哥你也经常带随琳来吗 我带他来干嘛没劲 李玉眼里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讽刺 这时他起身想去洗手间 简随音小酒喝得晕乎乎的 李玉刚一起身 他一把抓住了人家的手 李玉那种极度清醒 并略带冷淡的眼神 一下子让简随音酒醒了不少 只能笑到我也去 有点而起不来 李玉微微醋眉 架着他的胳膊 把人忘起一提 简随音站起来的时候 耳边似乎听到了 就这点酒量这句话 他简大哨肯定不止这点酒量 索性耍赖道 还就这点酒量 你不陪我喝 我一个人特别容易醉 你背我去厕所吧 李玉提笑 这还是自己的错了 酒量不好就少喝 简随音道等 有机会让你见识 见识什么叫海量 李玉没跟他一般见识 松开了手能站稳就行 你还是自己去吧 说完扭伸就往厕所去了 简随音也跟在了后边 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一打眼就看到了李玉的背影 他心想这小子居然是在等他 太受宠若惊了吧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 李玉是被几个人拦住了去路 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胖子手里拿着酒瓶子 脸喝得通红 只是现在一脸傻笑地看着李玉别提多猥琐了 简随音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吗 就见长大的大胖子把手搭在了李玉的肩膀上 然后身子倾过来似乎想和他说话 李玉一挥手就把他的手给打掉了 简随音一脸煞气地冲了过去 心想这个死胖子敢碰他的人 胖子的朋友立刻就扑上来要解救他 简随音从身后窜了出来 把一个戴眼睛的给一脚踹出去老远 骚动立刻引起了保安的注意 几个人刚马大的保安迅速向这边靠了过来 笑着问道随音你看怎么处理 李玉没说什么只是说自己想回去了 闹出这么一出 简随音也没心思玩了 在车里小心地观察着李玉的神色 他觉得自己和李玉的第一次约会相当失败 从极度嘈杂到极度静谧的环境 最后是简随音忍不住尴尬道 那个地方消费比较高 他们看你年纪小以为你是 李玉把身子转了过来 视线落在他脸上以为我是什么 简随音被他看得有些心虚 当然不敢直说 就笑道主要是你太帅了 你就算去个普通的酒吧 不也得有小姑娘搭讪吗 李玉沉浸如水的目光在他身上放了两三秒 才慢慢一开问到简哥 随琳什么时候去上班 应该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爸准他玩段时间 但这时李玉说出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 我想早点去 隔天早上李玄来了公司 并再次给他赔罪什么的 这下给足了简随音面子 就和李玄谈起土地的事情 简随音给了李玄一些项目的相关资料 李玄最后答应他说 回广西之后帮他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土地 有他这句话简随音就安心不少 林总还不忘了操心弟弟 要简随音好好照顾 简随音自然是乐意的 过了午休时间简随音站起身 满意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美人 询问今天上午都干了什么 李玉转了转公司和食堂 还去人事部门报道 出来乍到青涩得很 便询问简随音自己做些什么 简随音很是得意说到 看你高中刚毕业 很多事情我也不放心交给你 你就待在我身边处理些琐事 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就当我助理吧 这让李玉十分为难地 又问起随灵做什么 他那在安排简随音开玩笑道 怎么不乐意昨天是谁 说什么来着 一切听领导的 李玉倒怎么会 我会努力的 简随音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要带小美人去买衣服 李玉露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十分不可思议 简大少的性格比较爱漂亮 对自己又自信满满 从来不委屈自己 他同样不能委屈 自己心爱的小美人 其实身材好长得好 基本穿戴什么都好看 所以简随音看着点好东西 就往李玉身上比划 李玉一身面料考究 简材细致的小西装 把他那华丽的身材 衬托得愈发性感撩人 彼此的距离只有二十来公分 简大少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星园一马 什么叫想如飞飞 简随音正欢乐地思考着呢 李玉突然问到 今天花了多少 我找梁姐对账 把钱尽快转给你 简随音跟宠孩子一样 坚决不要钱 李玉转过脸来 表情有些冷缓缓到 我买东西 为什么要你来付钱 简随音这下给问愣住了 他头脑瞬间清醒了几分 顿时意识到 他和李玉现在还只是 半生不熟的关系 自己这一下子 给人花下去十几万 细究起来确实太暧昧 他飞快地看了李玉一眼 果然看他表情不太对劲 赶紧装着若无其事 我这个老板当得对员工 一点不抠门 就是想提前犒劳犒劳你 毕竟跟着我得东奔西跑 特别忙活 以后你就知道了 知道到了吃饭的地方 李玉才有了好脸 简随音愈发殷勤地 给他加菜倒茶 这样几次下来 李玉也不好意思了 别扭得很 简随音看李玉是真没事了 才放下心来说 这个凉拌铜薄 特别好吃甜辣甜辣的 李玉一口下去 脸辣得通红 趁着他的皮肤 愈发白皙水嫩 简随音觉得真是 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还没得到手的东西 怎么就如此的芬芳诱人呢 李玉果然是没两天 就把钱转给了他 好像留在自己账上烫手一样 上赶着想讨好人家吧 人家还看不上 这让简随音多少有些挫败感 不过他很快就没空 想李玉的事情了 眼下一个项目突然出了问题 他瞅着呢 正想路子 他手机突然响了 街通的那边是简随灵的声音 得知李玉去上班了 随灵也想去 被哥哥一口拒绝 直接把电话挂了 这时候却来了个好消息 说负责人约到了 今晚可以一起吃个晚饭 简随音一看项目有戏 顿时振奋了一些 要李玉和他一起去秦皇岛 简随音因为这个事情 这两天都没睡好觉 可能是空调开太大 没睡一会儿就冻醒了 打了一路的喷嚏 简随音越想越来气 直接朝司机发脾气 还提出了让李玉帮他挡挡酒 李玉看着他疲惫的脸 心里倒有些意外 从他认识简随音到现在 这个人一直有些吊耳郎当 混是魔王的样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专注工作 对外界的其他事反应都不大 这倒挺新鲜 李玉开始还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 后来就慢慢把身子扭了过来 眼神慢慢专注了起来 吃饭的时候 简随音强打起精神 酒喝得跟白开水一样 勉强把人送走了 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扶着桌子就开始吐 李玉去把他扶了起来 简随音嘴巴里张罗着要睡觉 李玉半拖半爆地 把简随音弄进了房间 简随音难受得直哼哼 只可惜李玉还没忘了 自己现在是他的助理 放着自己老板这个样子不管 第二天实在说不过去 还好这次不比上次 简随音没有立即调戏他 很顺利地就把他的外衣裤 给脱了下来 只是脱下来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看了几眼 李玉顿时浑身都绷紧了 一时有些无法接受 转身就要走 李玉 简随音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 李玉回头一看 他正偏着脑袋看着自己 要他去倒杯水 李玉犹豫了一下 去冰箱里翻出了一瓶矿泉水 把简随音扶着坐了起来 把瓶嘴递到他唇边 简随音喝了两口水 把瓶子一推 吩咐去买解酒料来 简大少平时指使人指使惯了 清醒的时候还对李玉有所收敛 现在可就无所顾忌了 这大半夜的谁有心情去给他买药 李玉准备把他扔床上了事 他看着状态第二天也不能记住 于是他推开他就打算离开 简随音此时却身子歪斜 脑袋软绵绵地躺在了李玉的胯间 李玉吓了一跳 他现在毕竟是个只有19岁的男孩 很难不紧张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门被甩上的瞬间 简随音微微张开了眼睛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可惜四肢是真没劲啊 不然酒后耍流氓就能更成功一些 简大少起床后 他快速地洗了个澡 最后打电话给李玉 不一会房间响起了敲门声 大少没想到这么快 手忙脚乱地把睡袍脱了下来 扔到卫生间 然后觉得够劲爆 够性感了才打开门 门一开 李玉面无表情地站在外面 旁边还有总是一脸傻像的司机小赵 简随音想了想自己现在的造型 就算脸皮在后也有些尴尬 李玉跟着简随音进了房间 简大少交代让李玉去买几件衣服 你知道我的尺寸吗 简随音问道 说完意识到这话有些暧昧 戏谑地看着李玉 李玉也就轻轻一笑 随便地扫了眼他的下身能孤寂出来 那云淡风轻的一眼 看在简随音眼里却是风情万种 他不禁待了两秒才反应过进来 自从李玉当了他的助理后侯他 非常享受李玉为他做的点点滴滴 然后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他爷爷住的地方 老爷子精神绝朔叼着烟斗站在门口 一看他们下车就笑 还顺便调侃了李玉 今天准备杀枝鸡炖上 吃饭还早我去挑些长得好的菜去 你们俩去后边湖里钓两条鱼吧 要是钓上来的鱼没有四斤重 今晚就你俩刷完 简随音哈哈大笑 带着李玉走到湖边上了白色的快艇 李玉看着满眼的绿色和波光灵灵的湖泊 有种心胸瞬间开阔了的舒畅感 他深吸了一口空气顿觉神清气爽 简随音靠在椅背上 眯着眼睛欣赏着自然的美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玉觉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听到耳边简随音大喊了一声咬勾了 接着就感觉到一股冲力撞到了他身上 一条一尺多长肥肥大大的草鱼抽搐着被吊了上来 简随音道个头果然不小 李玉也笑了起来 难得开了句玩笑 不用我们刷完了吧 这个恐怕没有丝巾吧 还得再掉两条 简随音一边说一边去抓那滑不溜丢的鱼 那鱼直接蹦到了李玉的前进 顺闪躲不及 衣服裤子都给这鱼弄湿了一大片 他郁闷地看着自己的衣服 简随音便要去拿运动服给他换上 李玉想了想换一下吧 简随音进仓里拿出衣服递给李玉 李玉刚要接 简随音挨了一声又收了回来 李玉的手顿在半空询问地看着他 简随音露出一个坏笑 小李子 你会游泳吗 李玉后退了一步 简随音笑道天这么热 要不要下去游两圈 李玉有些防备地看着他 简随音露出一个扫兴的表情 把衣服递了给他 李玉走进船舱 开始脱衣服裤子 简随音就依靠在舱门口有滋有味地看着 他也不好意思停下来 反而显得自己交情 简大少又开始耍流氓 不光看还带品头论足的 小李子 你身材真好怎么练的 李玉则是硬邦邦地说我运动 简随音的目光肆意地在他身上扫荡 李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不禁想起听人说 关于简家大少爷是同性恋的传闻 他心里一阵别扭 有种被冒犯了的羞脑 冷冷看着简随音说自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简随音饶更是来了兴趣 不知道他是练什么的还暧昧地伸出手 李玉露出雪白的牙齿森然一笑 说自己是练拳击的 简随音身子抖了抖不敢轻举妄动了 手机这时候响了 他爷爷打来的 询问是不是要刷完了 调侃一番过后 李玉已经重新坐在椅子上 专注地看着湖面 简随音再一次被他的美貌震惊 李玉不动声色地微微偏了偏脑袋 如水的目光淡淡瞟了他一眼 简随音心跳突然快了起来 在这样一个沉浸美好又四下无人的时刻 暧昧的气氛节节攀升 最适合发生点什么 心想要是有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好了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 晚饭后简少爷终于要和李玉睡一间房了 真的是大进步啊 爷爷住的地方没有空调 为了养生两人只好忍着 简大少对自己实在太自信了 老觉得不肉身上阵 诱惑一下就浪费了大好身材 立马去洗澡了 作为第一个俩人共处一室 彼此之间如此靠近的夜晚 简随音觉得有必要重视起来 他洗完澡之后又是刮胡子又是保养 这才穿着凹凸有致的小裤衩 自信满满的出来了 结果李玉已经歪在床上睡着了 简随音气的差点没吐血 过去就推了他一把 把他叫醒洗澡 李玉有些不耐烦的叹了口气 勉强撑起了身子 往浴室走去 他进了浴室后 简大少围着床转了一圈 接着拿起桌上的水往被子上一泼 脸上露出坏笑 这样两人就能盖一个被子了 李玉出来的时候 简随音正坐在床头看笔记本 他看了看被团成一团 扔在地上的宝贝心生疑惑 简大少解释 不小心撒了水就这一条薄的了 咱俩凑合凑合吧 李玉目测了一下那条小毯子的大小 表情有些不自然 走了过去似乎有些犹豫 简随音拍着身边的床铺 邪笑道上来呀 怕我吃了你呀 李玉越来越觉得 简随音对自己的态度太过诡异 但他心理上始终难以接受简随音 对他有非分之想 李玉刚闭上眼睛简随音 就凑了过来要他喝水 又殷勤地拉过被子的一脚 盖在他肚子上 李玉尴尬极了 简随音的手 还有一无意地蹭了下他的腰 盖完之后 他们的距离更近了 两人虽然都没说话 但是这么安静的地方 哪怕是对方的呼吸声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简随音只觉得越来越热 因为心根本静不下来 脑子里翻江倒海 李玉也并没有好受到哪去 玉发觉得自己好像躺在脉盲上 浑身都难受 他又热又烦躁 实在躺不住了 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想出去透透气 李玉一动简随音 他想也没想就跳了起来 这样大的动作 谁都会被吓一跳 用力地想推开简随音 简随音出于少爷脾气 则更加用力地拽着他的胳膊 他这样攻击性的动作 彻底把李玉惹毛了 拽着他的胳膊用力一轮 简大少的身体 就在空中划了个笨珠的弧线 然后直接往床下雨落了 他往地上摔的时候 也没有松开李玉的胳膊 反而狠狠一拉李玉 也跟着掉到了床下 压到他身上 简大少一摔一压 疼得咆哮了一声 俩人挣扎扭动中 简少爷就有点擦枪走火 窗户照进的一缕月光 让两人勉强能窥见了 对方明亮的眼睛 一双生腾着熊熊怒火 一双翻滚着绵绵情欲 此时两人都找回了一些理智 屋子里进到了极点 李玉背对着简隋英站着 身子跟雕像似的一动不动 足足将了好几秒 才发出没有任何起伏的声音 你是同性恋吗 简隋英承认 李玉慢慢转过脸 黑暗中只能看见他一双眼睛 特别的冷冷的 他都打了个寒颤 他听到李玉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时 简隋英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该丢的人都丢了 他反而有种 破罐子破摔的洒脱和痛快 于是大大方方的承认是喜欢 李玉咬牙道自己不是同性恋 谁也没说你是啊 我上赶着喜欢你不行吗 从第一眼见你就喜欢你 听到这话 李玉大步就要往门口走 简隋英从地上跳起来 快步走上去 拉住李玉 李玉马上跟被电了似的 猛地转过身戒备地看着他 简隋英很无奈连连道歉 不舍得他出去 自己去别的屋子里睡了 这下完了这么长时间 建立起来的关系 估计全毁了 本来俩人还能有说有笑的 以后估计都得冲他横眉冷对了 不过简大少又自我安慰了一番 其实这样敞开的说反而更好 他没什么耐心 成天把自己的心思藏着掖着 早晚把他憋出毛病来 又认真纠结了几个小时 后来还是缺心少费地睡着了 第二天看见李玉 正在跟简老爷子聊天呢 他这才放下心来 茶几上摆了冒着热气的茶 简老爷子赞赏道 老里头这个孙子不得了 跟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聊什么都能聊得起来 懂得可不少 简随英正愁怎么讨好 联邦夫和小黎可聪明了 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是个人才 李玉连没梢都没抬一下低头评了口茶 简随英碰了个钉子 也就不再说什么 心里掂量着李玉要是跟他翻脸 他该怎么把人留下 老爷子又留俩人吃了顿午饭 才有些不舍地把他们送走了 小赵接上他们后 李玉和简随英 一前一后的坐在商务车的两台座位上 一路无话 眼看快下高速了 简随英让小赵在一个加油站停车 李玉下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小赵就不见了 简随英坐在驾驶座上正宠他笑 连连道歉 还死不要脸地询问李玉 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李玉开始拐弯抹角地嘲讽起来 见着招行不通 简少爷总要留下李玉 便刺激他要不要辞职 李玉被问愣住了 他一时还真有些犹豫 要是干了俩礼拜不到 就卷扑盖回家 他哥肯定要数落他 不能吃苦受委屈 脾气大毛病多 憋气不说 他怕随林甚至是随英 都会看不起他 简随英自己就是个 宁肯自己活受罪 也不让人看笑话的驴脾气 根据他对李玉的了解 李玉当初信誓旦旦地说 不管什么工作都能坚持 现在哪怕天天忍受 也绝对不会中途离职 原因就一个丢不起那人 结果也正如他所料 到了市里之后 随英把后备箱里的蔬菜 水果分了分 给李玉带上 冲着他来了一个飞吻 然后一脸皮笑地看着他 李玉气得脸都绿了 两天后 简随英感觉就像李玉 在跟他闹别扭一样 还真是可爱 现在想到他心情就格外的好 有时候几都能笑出声音来 他摆弄着手机 终于忍不住了 发了条短信 小李子干嘛呢 等了半天没回应 简随英又发了一条 女儿来上班吧 小林子也来了 这条依然是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 简随英有些失望 第二天早上 简随英一进公司 就看到简随林和李玉 坐在里边 俩人正在聊天 有说有笑的样子 那画面别提多养眼了 简随英不仅有些嫉妒 李玉这么温和开朗的笑容 就从来没舍得给他过 他有些不爽地敲了敲玻璃 会客室里的俩人同时抬头 一个喜上眉梢 一个表情僵硬 接着李玉点了点头 一本正经道 梁总今天给我打了电话 问你有没有时间 想让你去体验下 产权酒店的温泉 简少爷立马同意 要带李玉去 弟弟去干什么 知道犯了难 简随英刚要说话 秘书就匆匆忙忙进来 说到表弟来了 简总的脸立刻扭曲 领着俩人回了办公室 等待表弟的到来 不一会 一个长得很帅气 但有些吊耳郎当的小子进来了 来人是简随英大一的独生子 叫白新宇 白新宇成天嘚瑟着 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一般他来找简随英 都没什么好事 果然他一坐下 就拿出了一个 举坑爹的项目 给他割看 简随英把一叠文件 举到半空 转手就给了弟弟和李玉 俩人低着头研究了起来 简随英一边敲着桌子 一边瞪白新宇 小少爷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半赏李玉抬起头 把一页文件抬起来 只给简随英看 高压线下不能有建筑 这弟拿过来没法动工 这时候简随英也抬起了头 哥这块地产权也不清晰啊 简随英满意地点点头 大骂白新宇缺心眼 白新宇给说的缩着脑袋 不敢看他 半天挤出一句 那就不能做了呗 但表哥却说 能做他兴起的抬起头 又被简随英打压 我能做你不能做 白新宇立刻捏了下来 有一点你说对了 这弟弄好了确实值钱 这样吧李玉小林子 刚才说好了 我给你们个锻炼的机会 这块地你们俩帮着他做 白新宇质疑他俩的能力 但也是质疑无效 这个项目没有个一年半载 做不下来 你们俩想好了 要是想接 那就不能中途退出 简随林立刻道 我可以 李玉也紧随其后 答应了这件事 简随英心里窃喜 这样李玉至少在 这个项目结束之前 都跟他脱不了关系 分配好各自的职责后 三个人都站起身 要往外走 简随英突然开口道 李玉别走 中午跟我出去吃饭 李玉还以为 有人请简随英吃饭 结果他连司机也没叫 来到了一个摘菜馆 一坐下来 就跟他聊公事 一说到公事 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能力马挣紧好几倍 可是等菜上来了 就不适合谈公事了 简随英立刻就显出原形 殷勤的又给李玉夹菜 又给到饮料的 俩人吃完之后 简随英从裤子口袋里 拿出一个绒布小盒 推到李玉面前 笑得特别深情 我那天逛街 看到了这个 觉得特别适合你 李玉看了他一眼 奉劝别来这套了 是不会收的 简随英一点都不气馁 自己把盒子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 薄金的领带架 欠着还算低调的碎钻 这让李玉隐忍着火气 沉声道 简哥你拿讨好女人那一套 来对付我合适吗 简大少爷特别冤枉 这怎么能是讨好女人的 这辈子除了他妈 哪个女人都没讨好过 天生就是弯的 李玉真没想到 有人能把这件事 说得这么自豪 简随英的结局 李玉当然是拒绝收尾 这一顿饭吃的 把李玉隔音坏了 第二天 弟弟和李玉 正常汇报工作 哥哥想着成绩出来了 就顺便问问 没想到随灵考得还不错 大哥随手就是奖励了一台车 李玉成绩也不错 所以打算一起办个party 请的都是同学朋友 简随英当然就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在上班以外的时间 跟李玉相处的机会 张罗哲要去 还包揽了所有的费用 当场就开始蓄谋 到了那天 怎么把李玉怪运 到了庆祝的日子 简随英让秘书 准备了几十个游戏机 送给他们的同学 就算不为了讨好李玉 也要给简家增添光彩 来的基本都是年轻人 场面非常热闹 简随英一进门 简随林就迎了过来 看上去春风洋溢 但哥哥的眼睛四下扫着 直白询问李玉在哪 在那班弟弟说道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李玉正跟同学说着什么 接着就笑了起来 许久没见李玉穿休闲服了 那种青春俊朗的样子 实在是太招人了 一群男孩子起哄着围了上来 其中有上次一起打过篮球的 大家都一起笑了起来 简随英心情也不错 往李玉那边一动 有个男同学问道 大哥李玉是不是在你公司实习呢 是啊 他干得不错 那男同学调笑道 大哥你可别给李大帅哥累着 要不我们笑话该心疼了 说完暧昧地瞟了瞟 坐在李玉旁边的小女孩 女孩瞠怒地瞪了她一眼 简随英这才注意到 这个小姑娘 长挺还挺漂亮 这让大少爷心里不爽 但盯着那姑娘看 目光有些审视 便故意逗她 美女工作可不轻松 天天起早贪黑的 要跟我到处乱跑 忙起来午饭都没时间吃 你真不心疼吗 小姑娘脸红得能低血的 连连摇头 连简随英的脸都不敢看 心跳得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李玉有些看不惯简随英 这么欺负小姑娘 就把话题岔开了 她这样更让简随英觉得 这是她护着那姑娘 附近更浓 反而抓着人家不放 继续说 你觉得我弟弟怎么样 周围的男女同学都炸开锅了 年轻人就爱热闹这话一出 大家跟着起哄 那姑娘脸皮薄 给她尴尬得快哭出来了 简随英的烈性 此时显露无一 就想把她和小林子 凑合凑合 李玉看简随英 再做下去 指不定还要说什么 干脆借故 把简随英拉走了 简随英也是一肚子憋气 心想这俩人 绝对不纯洁 怎么就没人管管 这万恶的早恋呢 李玉把她拉到外边 低声喝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简随英促进都快冲天了 如果你敢和我试试 我保证你以后 再也不想女人了 这么赤裸直白的宣言 给李玉闹了的大红脸 简随英这个人 总是轻易就能杀的人 措手不及 从小良好的教育 以及对简随英身份的顾忌 让她忍住了 没有口出恶言 她话还没说话 简随英已经一个箭步冲了上来 错不及防的时候 推着她的胸口按到了墙上 整个人贴上来 一下子堵住了她的嘴 李玉毕竟年少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被男人抢吻 瞬间大脑充血 愣在了当场 她的头脑 在下一秒清醒过来 眼睛圆瞪 就着那舌头狠狠一摇 简随英疼得一缩 紧接着毫无防备下 前胸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 撞得她呼吸一致 连退几步摔在了地上 李玉一脸猙獰地冲了上来 揪着她的衣领 举起了拳头 简随英舔着嘴角的血 挑衅地看着她 李玉的拳头将在半空中 她犹豫了 她是专业运动员 愤怒的时候 手可没有轻重 真要打了下去 简随英的脸 半个月见不了人 出去如何更衣屋子的人解释 这么一犹豫 简随英居然笑了 不要命地说 你嘴唇真软真甜 怎么样 无稳计不错吧 李玉气得用膝盖 狠狠撞了下她的肚子 简随英抱着肚子 一阵咳嗽半天没缓上来 擦了擦嘴角的血 露出一个格异的笑容 简大少回味着 那个嘴唇清淡柔软的味道 她就是不明白 李玉到底看不上她哪里 这时她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简随林 简随林怎么会有胆子 在这个时候 给她打电话找妈妈 她赶紧接了 那边传来的 确实李玉的声音 第一次听到李玉这样 明显口齿不轻 但仍要强装镇定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喝多了 思维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简随英太了解 这种喝高了的状态了 她肯定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说什么 给她打电话 估计是残存的理智 做出来的决定 挂掉电话以后 穿好衣服冲出了酒店房门 开上车一路飞驰到目的地 看来这一解放年轻人都疯狂了 服务员把简随林架走后 她就把李玉给插了起来 任凭简随英 搂着她的腰也没什么反应 低声说送随林回去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简随英心中邪恶的想 就你这状态 视身都有可能还考虑别人 李玉似乎放心了 就垂下了头去 在简随英的搀扶下 来到了酒店 关上门之后 简随英真有种大灰狼 看着盘中兔子的感觉 真是美味无比啊 坐在床边看着李玉 却突然生出一种 不知道如何下嘴的感觉 而且想想李玉的脾气 第二天醒过来 还不得跟她拼命 简随英叹了口气 伸手摸着李玉的脸 从俊逸的眉眼 摸到高挺的鼻子 然后再摸到软乎乎的嘴唇 接着又细细感受了一下 脸颊滑腻的皮 摸着摸着简大少的星星之火 就不小心有了燎原之事 她吓得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怕再摸就直接解人家裤腰带了 简大少这个憋得难受啊 冲进浴室洗了个冷水澡 心里的欲望是惊人的 那种想要把这个人据为己有 慢慢地充盈膨胀 到了连她都觉得难以控制 不敢置信的庞大程度 她现在都有些迷茫 自己到底是想征服李玉 还是真的开始喜欢她了 简随英把身上沾了久的衣服脱了下来 出来的时候李玉还睡得很沉 一条腿大半掉到了床下 简随英过去把她鞋给脱了 看着她身上的衣服犹豫了 可是穿着衣服睡觉多难受啊 还是给她脱了吧 打算扒干净了过过眼影 手影也不错 这么想着简随英真就开始脱李玉的衣服 她对扒小男孩儿裤子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先是费劲地把李玉上衣给脱了下来 果断地把衣服一扔 动手解她裤腰带 正当简随英拉开了李玉的拉链 她的头顶冷不丁来了一道冰凉的声音 你干什么 简随英那时候真正体会到了 被捉脏在场的小偷的心情 血液瞬间从头顶举到了脚底板 她抬头一看 李玉正眯着眼睛看着她 依然带着醉意 但是简随英注意到 她拳头已经在收拢了 李玉实在非常疲累 大脑吃缓 而且没有立即跳起来揍她 只能沉声警告 只期望把简随英稳住 明天她清醒了再跟她算账 简随英把勾着嘴角露出一个坏笑 你这副软绵绵的样子 比你平时要可爱多了 你要是平时也这样多好 简随英慢慢俯下身 改为用手肘支撑身体 她的脸几乎贴到了李玉脸上 轻轻稳住了李玉的唇 李玉只觉得嘴唇被轻轻地啃咬拉扯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乏力 连再咬她的力气都没有任凭她亲着 简随英亲够了她的嘴唇 把吻落到了她的胸膛上 一路往下李玉浑身一震 惊讶的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李玉挣扎着要坐起来 简随英随便用力一推 她就又躺回去了 简随英眯着眼睛 看着她挑衅似的 一瞬间大脑充血 几乎是眼睁睁地 看着简随英又俯下了头 李玉从喉咙里爆发出一声 急促而低沉的身影 一瞬间觉得眼前发白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被刺激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手下意识地摸到了简随英的头发 五指插进了她漆黑的发间 抓着她的头发无声地诉求 李玉脸红得简直不像话了 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简随英看了她一眼 用手被抹掉嘴角的液体 无情地嘲笑 换哪个男人 被人质疑嘲弄那方面的能力 都得在心理上跟人拼命 李玉也不例外狠狠瞪着简随英 只是简随英一句话 就让她气势掉了一半 她说怎么爽完了 想不认账啊 李玉看了自己一眼 身上光溜溜的 这副狼狈的场景 让她羞愤不已 简随英知道见好就收 便宜占够了 心满意足神清气爽地跑了 扑到床上倒头大睡 准备醒了再想接下来的对策 她这一觉睡到了下午 睡醒了刚一开机 就接到弟弟的电话 还询问了李玉的情况 第二天简随英到了公司 看到李玉背对着她 在和梁秘书说话 简随英刻意咳嗽了一声 正在讨论的两个人 同时转过头来 梁秘书摆出如是重复的表情 简总你总算来了 你看看这个 就等着你答复呢 简随英接过文件 匆匆看了李玉一眼 率先进了办公室 李玉也尾随着她进来了 简随英往她的大桌子上 依靠装出一副闲室的样子 这个报告你看了吗 给我简单描述一下 上次的合同写得不错 李玉微微偏着头 冷冷地看着她 简随英心里发虚 咱们上班就谈公事 其他的下了班再说怎么样 李玉脸色一变 突然猛地冲了上来 简随英瞪大了眼睛 被她重重推倒 半个身子仰躺在了大桌子上 撞得她肩胛骨一阵生痛 她的声音不大 但是异常地冰冷 性简地看在随林的面子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脸 如果你再敢惹我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简随英几乎是一瞬间 火气就冲上来了 扑上来就要揍她 李玉一个闪身避过 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一记重拳正中简随英的腹部 抓着她的头发 凶狠地看着她 你还想对我做什么恶心的事 说来听听 我看看你到底有几条命 俩人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 扑上来扭打在一起 虽然彼此都打红了眼 但是 这场架不免显得有些滑稽 俩人就在后时的 羊毛地毯上来回翻滚 李玉活动了一下胳膊腿 上去把简随英从地上弄了起来 扔到了沙发上 充满轻蔑地看着她还打骂 简随英骂了一声 拽过茶几上的烟灰缸 就往她身上扔 眼神就避了过去 烟灰缸里的水却全洒在了她身上 看着自己一身狼狈 想着刚才的失态 简随英就更加来气 一咬牙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想再扑上去 李玉早有防备 伸手一推就把她重新推回 眼神中充满了冷酷的威胁 从现在开始 把你脑子里那些恶心的念头 都给我抹掉 简随英恼羞成怒 李玉这么毫不掩饰的厌恶 让她的自尊心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追求人追得让人厌恶到这样 她现在就决定 要往死里恶心李玉一番来出出气 李玉双眼冒火 拇指开始用力 气得双唇直哆嗦 这时候是真恨不得掐死简随英 简随英被她掐得脸红脖子粗的 膝盖用力地往她腰侧一撞 李玉腾的脸色煞白 手也松开了 她趁机把李玉掀下沙发 那缺德的嘴 就跟开闸泄红似的想关都关不上 我说你到底看不上我什么 我哪样不是出类拔萃的 你看看我这脸 我这身材试过的可都说好 你昨天是不是太快了点闪电侠啊 不能有毛病吧 要不去医院看看 我知道有个老中医介绍给你 李玉的冷静自持此刻荡然无存 现在的她仅仅是一个被惹毛了的小子 只想把对方往死里收拾一顿 才能消解她的满腔怒火 虽然一开始是抱着泄丸的心态接近李玉的 但是接触之后才发现 李玉绝不是空有其表之辈 也许她想和李玉谈个恋爱什么的 可眼下这状态 俩人是什么都发展不了了 除了愤恨沮丧 她实在无法不难过 李玉此时已经握着拳头 试图绕到她这边来 简随鹰就跟着她绕圈 让她抓不着自己存心气死她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李玉的手机欢快地叫了起来 这个铃声在电光火时之间 把李玉的理智拉了回来 这是她给简随鹰设置的专门铃声 她手忙脚乱递接了起来 声音一下子从狂风暴雨 变成了和风细雨 喂随铃 简随鹰愣住了 她突然觉得 这李玉对小林子也太温柔了吧 不会是喜欢小林子吧 李玉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问道 随铃问你中午吃什么 她给你带盒饭 简随鹰大声吼吃个屁 活没做完 你还有脸吃饭喝西北风吧你 李玉气得狠狠按掉了电话 大步冲了过来 简随鹰身体正疼着呢 不太想跟她拼命 跟遛狗似的带着李玉绕圈 没过一会儿 门外响起了谨慎的敲门声 外边传来了简随鹰温和的声音 简总不管有什么事 中午还是要吃饭的 李玉脸上浮现了一丝焦虑 她无错地看着自己 和简随鹰的一身狼狈 真怕简随鹰这时候进来 她要如何解释 简随鹰此时也冷静了下来 看了看自己 再看了看李玉 跟一个十来岁的实习生 在老板办公室里打架 她其实也丢不起那个人 两人便打发走了随鹰 简随鹰斜了李玉一眼 冷哼道现在怎么办 李玉也冷冷看着她 你说怎么办 简随鹰直至里边 她办公室里有休息间和浴室 李玉也知道没有别的办法 带着一点就着的怒火 走进了浴室 简随鹰听着浴室里 哗哗的水声 觉得身上的好几个地方 都越来越疼 李玉在浴室里 倒过了半个小时 这半个来小时 对于俩人来说 都无比的漫长 简大少一动都不想动 开始后悔今天做的有些过了 但是毕竟是自己先得罪李玉的 她觉得最可恨的 就是李玉不长眼睛 连她这么完美的男人都看不上 眼睛肯定给狗屎糊住了 她走过去光光敲门不耐烦导 你没完了 当我这终点房呢 吹完了赶紧滚出来 吹风机的声音 立刻停了李玉 一脸冰霜地打开门 简随鹰往老板椅上一座 趾高气扬地看着她 李二之前的事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了 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你眼界太窄 李玉眼睛慢慢瞪大了 简随鹰咳了一声 赶紧把话题转开 从今往后 咱们就把之前的事忘了吧 以后我们就是上司下属的关系 李玉觉得这再好不过了 简随鹰听着这话 虽然早就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还是有些失望 她烦躁地摆摆手 行了你出去忙去吧 去给我买午饭 去上次那个煲仔饭不错 给我连锅端回来 李玉真想拿大鞋底子抽她脸 却拼命忍着 最后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简随鹰看着她的背影 不住地冷笑 她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挫败的人 说这些话 不过是为了先把李玉稳住 是缓兵之计 李玉对她的一顿嫌弃 把她的邪火轰得越来越旺 想要征服这座高山 来证明自己的想法 也就越来越强烈 她一下午都没出办公室外面的人 似乎都知道她心情不好 这时候简随鹰进来说道 哥出什么事 你发这么大火 我看你平时对李玉挺和气的 李玉也不肯说 简随鹰将信将疑地看了她一眼 哥你看着挺累的 我给你按按肩膀 简随鹰打了个哈浅 全身放松地往已被上一靠 来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玉对简随鹰基本就是冷眼相对 简随鹰则天天变着花样而刁难她 一个多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李玉开学之后也没再来过 简随鹰心里很失望 但是很快她的机会就来了 十一前夕 她接到了一个让她惊喜的电话 是李玉的大哥李玄打来的 在北海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 问简随鹰愿不愿意跟她去看看 这个电话太及时了 简随鹰连忙事实表达了 中秋想去李家串个门儿的意图 李玄自然是欢迎 中秋节前一天 简随鹰带着小林子 又装了一后备箱的礼品 浩浩荡荡去李家拜访李玄和李玉 亲自出来迎接他们 其人有说有笑地进了门 李玄席间几次三番表达了 对简随鹰培养李玉的谢意 简随鹰就顺水推舟的鼓动李玉 大学期间继续在她那兼职 几个人坐在客厅闲聊了一个来小时 简随鹰看时候不早了 就带着小林子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简随鹰提出 想跟哥哥去广西 简随鹰习惯性地拒绝了 还想在广西带着李玉玩两天呢 不愿意带小林子这个拖油瓶 简随鹰道 本来我和李玉计划十一去西藏的 现在李玉邀请你去广西 李玉也得跟着 那我也没事干了哥 你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简随鹰板着脸 说不行就不带你 小林子抿了名嘴 偷偷看了他一眼 温声道 哥我看你和李玉 最近弄得挺不愉快的 不管什么原因 你别跟他计较太多 简随鹰这句话提醒了他哥 他和李玉正处于 话都说不上的尴尬局面 把简随鹰带上 确实能缓和一些便同意了 隔天李玉带着李玉 一起回了广西 等简家两兄弟到了 李玄把他们安排在了招待所 设施有些陈旧 但是很干净 反正李玄不在 简随鹰立刻暴露出本性 特别嫌弃地看着李玉 你看你给我弄的什么破屋子 又小又旧 还一股胃去把窗户打开 其实简随鹰是故意挤兑李玉 她特别爱看李玉 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简随鹰赶紧打着圆场 哥要不我去给你买一套 新的床上用品 简随鹰虽然毛病多 但是也没嚼劲到那份上 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 不用了小李子我饿了 李玉冷着脸说 一楼市餐厅 我带你们去吃饭吧 我哥今晚有事 明天他请你们吃饭 今天先在这儿对付一顿 不知道简总同不同意 简总当然是不同意 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我要吃点特色的 李玉硬邦邦地说 我也第一次来不知道 简随鹰赶紧插进来 问问刚才那司机吧 司机是当地人 既然今天没什么事 李玉咱们就四处逛逛吧 就当旅游了 仨人下了楼问了问 司机磕磕巴巴地说 天气好去海边吃烧烤吧 简随鹰其实对去哪意见不大 他就是想和李玉对着干 就随口答应了 三个人去了营滩 海滩上到处都是人非常热闹 简随鹰拿起啤酒先灌了一口 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 在夏日里实在是消暑佳瓶 他还想再喝简随鹰 就轻轻握住了啤酒瓶 李玉看着简随鹰 关切周到的样子 简随鹰对简随鹰越好 他就越反感简随鹰 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能让简随鹰清醒 想起小时候 曾经那么密切地讨论过 怎么报复简随鹰 怎么让他出酒受罚 怎么让他也常常被欺负羞辱的滋味 结果现在简随鹰已经忘了 他还替他记得想想也真是可笑 好像只有他没长大似的 李玉心里有些难受 低着头不说话 一大桌烧烤很快就被三人扫干净了 他们顺着海滩慢慢悠悠地散着步 逛了一会儿眼看越走 离人多的地方越远 连游泳的人都没有了 简随鹰犯困直接躺倒 俩人也跟着坐下 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难得的闲事舒爽 他迷迷糊糊中听着李玉和简随鹰 小声地交谈着 好像什么都说以前学校的事 现在学校的是公司项目的事 说着说着 他的意识就有些模糊了 也不知道迷糊了多久 又醒了过来 他微微偏过头 发现李玉就躺在他旁边 也闭着眼睛饱满的双唇 被镀上了一种瑰丽的光泽 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 远离人群的海滩溢角 和昏暗的光线 让这情景变得愈发暧昧而诱人 简随鹰的呼吸 都开始变得缓慢而谨慎 情不自禁地轻了上去 李玉毫无反应 依然平稳地呼吸着 正当简随鹰觉得便宜没占够 还能再来点的时候 他头顶上响起了一道 透着寒气的声音 这声音吓得简随鹰差点跳起来 他猛然一抬头 简随鹰正一脸冰霜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们 他音量不大 但李玉对他的声音很敏感 瞬间就睁开了眼睛 他大脑跟过电视的 结合了以前简随鹰的 种种流氓行径 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几乎是瞬间就推开了简随鹰 从地上跳了起来 简随鹰有些恼羞成怒 看什么看还不快管 他刚说完简随鹰转身就跑 李玉狠狠弯了他一眼 转身朝简随鹰追去 简随鹰也从地上跳了起来 狠狠挤脚把沙子踢得漫天飞舞 回到房间后坐在床上 脑袋异常地清醒 让简随鹰看到那一幕 是他非常不愿意的 小林子毕竟是他弟弟 不仅李玉尴尬 他自己也很尴尬 没多久 一阵粗暴的敲门声 突然响起 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突兀霸道 他恼怒地喊到 水里玉低沉的声音在门外响 简随鹰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 权衡了下利弊 跳下床把门打开了 门刚打开他的前胸 就遭受了一股猛烈的撞击 还没来得及喊 就已经被李玉狠狠推倒在地 摔得他眼冒惊心 简随鹰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只是闻到了一股酒味 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 让他呼吸不畅的压迫力 俩人怒视着对方 气氛紧张的一触即发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 说着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伸手就要揪简随鹰的衣领 俩人一边扭打 一边在地上翻滚 也不知道滚了多久 简随鹰突然摸到了一样东西 平手感是灯的开关 他想也没想就暗开了 李玉却是毫无防备地 低叫了一声 用手挡住眼睛 眼睛充血 整个人都跟野兽似的 俩人扭打在一起 简随鹰一边挣扎着 要把他掀下去 一边不要命地刺激他 你把裤子脱了 包你一回满意 二回回味无穷 简随鹰眼看挣扎不开 李玉就跟个泰山似的 稳稳坐在他肚子上 简随鹰急火攻心 拼命想着 怎么才能让李玉 比他更加被改羞辱 手就开始扒李玉的衣服 李玉震惊了 他真的没想到 简随鹰这样 被他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 还要胆子做这种猥琐的事 李玉浑身一个机灵 抓着他的手臂就往外拽 简随鹰就开始 七手八脚地在他身上乱摸 并且适时配以言辞调戏 骑到了李玉身上 这下子他简直是如鱼得水 李玉年轻气盛 没有经验 他脸色轻一阵紫一阵 简随鹰哼笑着 你除了装正经厉害 没有别的厉害 他不提这个还好 这件事简直就是 李玉最大的耻辱 本来他已经快失去理智了 现在更是火上浇油 于是郁佳放肆地 隔着裤子挑逗着对方 李玉一手狠狠掐住了 简随鹰在他身下放肆的手 简随鹰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手指技巧地动弄着李玉 慢慢感受着 他在自己手心膨胀 李玉眼睛仿佛要 瞪出血来了 突然一个挺身 一条腿狠狠踢在 简随鹰的后脑勺上 简随鹰没想到 李玉这么灵活 这一下子恐怕 直接脑震荡了 迷糊中 他感觉到李玉 把他脸朝下压在了地上 随即他就感觉到 下身一凉 说话间 李玉已经把简随鹰 给扒光了 抓起地上散落的 简随鹰的丝绸睡衣 把两只手绑在了背后 他今天如果不把简随鹰 这个畜生收拾老实了 他就一辈子瞧不起自己 拿了瓶宾馆廉价的洗发水 简随鹰又疼又惊又惧 全身都直颤抖 拼命挣扎着 此时李玉如同在看 自己的猎物一般 居高临下 简随鹰疼得直抽气 骂得他嗓子都哑了 李玉却充耳不闻 这种心理上的刺激 也带给了他巨大的满足 这场征服 与被征服的折磨 持续了很久 李玉最后也筋疲力竭 简随鹰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李玉早没饮 他清醒过来 回忆起凌晨发生的事 整个人就跟遭雷劈了似的 完全不敢相信 有人敢对他霸王硬上弓 自己还躺在地上 身上连一张被单都没有 就这么让他晾了一晚上的肉 一想到自己居然就因为 这批大点事给人办了 真是毁的肠子都清了 气得满地打滚的时候 门外有人谨慎地敲了几下门 简随鹰神经一下子绷紧 问道 谁 外边敌的一声 门口站着的正是李玉 慢慢走了过来 简随鹰的眼睛快在他身上 瞪出窟窿啊 咬牙切齿地道 我弄不死你我就跟你信 李玉只能用面无表情 来掩饰他的难看 本来只想把简随鹰打进医院去 到最后却演变成了 那么荒唐至极的一出 而且最后完全失去了理智 人生就是不断出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他必须在随灵或者他哥出现之前 把这事解决 便粗暴地把被单拽了下来 扔到简随鹰身上 然后走过去要把他扶起来 没想到简随鹰又狠狠一拳砸了过去 李玉捂着脑袋恼火地看着他 不知道这事情有完没完了 简随鹰跟被烧了屁股的猴子一般立生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下子扑到了李玉身上 举拳头就要打 李玉拼命控制着他 几下子就制住了 脸红得要低血哑声道 你别在我身上乱蹭 简随鹰愣了一下 一张老脸都丢到地下停车场去了 憋着镜用脚又踹了他一下 结果牵动了伤 疼得他一抽 李玉把简随鹰拽了起来弄到床上 把药扔给了他 你上点药 然后我把你送到其他地方 你这样子不能让他们看到 简随鹰气急败坏地 把硝烟药踢床底下去了 让你看到就行了 你这不要脸的强奸犯 李玉脸色瞬间惨白 恼羞成怒 那是你自找的 我已经警告过你别招惹我 简随鹰给他气得要吐血了怒急返效 李老二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你等着我让你后半辈子 都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李玉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里 主要是简随鹰现在的形象 太没有威和力了 他捡起药膏扔到床上 你到底用不用 还是你想去医院 简少爷抓起药膏 直接往李玉脸上扔 李玉同样憋着一肚子气 简随鹰这人 要是嘴巴能不那么损 昨晚那事 说不定也就不能发生 他也懒得理他了 冷到你现在给我哥打个电话 说你有急事赶回北京了 我安排了车 一会儿送你去另一个酒店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简随鹰明知道 这是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却偏偏不想让李玉省心 知道他心里 对这件事被他哥发现的担忧 便要给他哥打电话 李玉气得脸色发紫 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较量着耐心和定力 李玉毕竟年轻 在简随鹰这样的老油条面前 有些经不住 机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你到底要怎么样 简随鹰等的可就是这句话 立马说很简单 你脱了裤子 给我上一回 咱俩就扯平了 就在这时 简随鹰的手机 在一个角落寂寞地响了起来 李玉捡起手机 盯着屏幕抿了抿嘴 简随鹰看着他的表情 猜到是李玄 本以为李玉害怕了 却把手机直接扔给了他 这回换简随鹰不淡定了 只得硬着头皮接了 电话那边 传来了李玄爽朗的声音 李玉嘴角情侦一抹冷笑 看着他瞎掰 李玄决定 让随鹰去跑土地的事情 李玉就留给简随鹰了 他挂了电话 给小林子 交代了一下土地的事情 让他回来 跟他详细报备 李玉从他箱子里 拽出两件衣服 扔到床上 要他换衣服出发 简随鹰头也没抬 问到你昨天 和小林子说什么了 一说到这个 李玉心里 那仇恨的小火苗又灼了 他咬牙道 什么事也没有 李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简随鹰抓起那条裤子 往李玉脸上扔 你不长眼睛吗 这上衣裤子配吗 伺候人都不会 你还能干什么 李玉觉得 多跟他相处一会 血压都腾腾往上窜 他嘲讽到 是不是光着身子最配你了 简随鹰炸着全身的毛叫唤 你就不会先给我倒杯水 李玉愣了一下 看着他红肿的眼眶 凌乱的头发 一脸赶过来 我就咬死你的凶狠表情 突然觉得有些无奈 简随鹰这个人 到底是有多么的强硬 似乎落了下风 对他来说彼此还难受 简随鹰喝完之后 李玉就说你穿衣服吧 我一会儿过来接你 简随鹰强忍着浑身酸痛 把衣服穿上了 等李玉再进来的时候 递给他帽子墨镜 简随鹰看到镜子里 自己肿得跟猪八戒似的脸 当场就毛了 他扑上去就用手臂 横过李玉的脖子 狠狠勒住 用膝盖用力 一顶李玉的膝盖窝 李玉正走在前边 还提着箱子 毫无防备 膝盖一软 顺势跪了下去 李玉趁机抓着他的胳膊 寸着的静一拧 从背后推着他 按墙上贴近他耳朵 喊声道 你别惹我 再招惹我 我能干出什么 我可就不知道了 简随鹰的骨头 也绝对是金刚石做的 完全不拒他 李玉此时就愤恨地想 如果简随鹰一开始 态度能软点 像个追求人的样子 俩人也许不至于 闹到这么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简随鹰说得对 他们这辈子 都没法相安无事 俩人僵持了一会儿 李玉觉得他冷静下来了 就把他放开了 然后拉开门道 你要还想闹 咱们就出去闹 要不就走 说着拎起箱子 往楼梯走去 简随鹰下身疼得都不行了 却不想让李玉看出来 咬着牙挺着 腰板往下走 李玉看着他难受 又急于遮掩的样子 心里终于涌上了一丝愧疚 把箱子放到地上 看着简随鹰要背他 简随鹰跟看神经病似的 看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往下走 李玉绕到他旁边 伸手要架他 简随鹰狠狠一挥 想要躲开 这时候完全失去 重心向下倒去 李玉赶紧抱住他 把他捞了起来 因为姿势的关系 俩人的脸贴得极净 几乎可以感觉到 对方呼吸的热度 李玉脸上又开始发烫 简随鹰又觉得丢人了 恶声恶气道 你摸奶奶吃不完 还带打包的是吧 李玉赶紧松开抱着 他腰的那只手 怒道我只是要扶你 谁稀罕 你扶我又不是没长腿 说完还如愿地推了他一下 继续别别扭扭地下楼 下了楼俩人直接上了飞机 简随鹰长叙了一口气 然后摆弄着手机发愣 一般他给小林子发短信 都是很快就回复 从来没让他等这么久过 难道昨天那一幕 真把他刺激傻了 简随鹰想了半天 毕竟是有些心虚的 他虽然不喜欢这个弟弟 但简家可还指着 这个弟弟传宗接代呢 想来想去 他还是拨了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半天才接通了 那便传来简随鹰疲惫的声音 承认自己喝了点酒 简随鹰脑袋一转弯而 问道喝李玉喝的 简随鹰沉默了大哥 刚想解释昨天的事情 就被简随鹰打断他 道你真的喜欢李玉吗 事到如今就是打死他 他也说不出喜欢李玉这几个字了 只能含糊解释 简随鹰突然有些激动 哥李玉不喜欢你 这话算是戳到简随鹰痛处了 他粗声道 也就你们这些小孩崽子 成天念叨喜欢不喜欢的 说了你也不懂 昨天那事你也就忘了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简随鹰沉默了一下 哥你的意思是 你也不是认真的是吗 简随鹰给问凡了 现在提到李玉 他就一肚子火 还要跟一个不明真相的人 讨论喜欢不喜欢之类的矫情玩意 他哪有那的闲心 简随鹰不敢说话了 挂了电话心情更烦躁了 现在连小林子都知道 李玉不喜欢她了 真是够丢人的 简随鹰想想这两天发生的事 除了丢人现眼 都找不出别的词 简随鹰又出不了门 浑身疼得不想动 想了一会 他就开始给前台拨电话 一会儿要吃的 一会儿要最好的酒 吃饱喝足了又叫了按摩 总之把收费服务项目表上 所有贵的都给轮番折腾了一遍 他知道李玉这小子零用钱不少 住这几天 一定要让他狠狠出把血 折腾完这些之后 简随鹰百无聊赖 歪头就睡着了 睡到半梦半醒的时候 突然就感觉有人叫他 他迷离瞪瞪睁睁开眼睛 看到李玉站在他床前 李玉脸色不善 才几点你就睡成这样 秦皇岛那人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打到我这儿来了 他说有进展了 简随鹰迅速地清醒了一下头脑 把电话拨了回去 俩人在电话里面聊了不到十分钟 非常满意地挂了电话 然后特别自然地使唤李玉 这项目你也经手了材料 你去准备吧 现在各个部门都放假了 这些东西只能劫后办 简随鹰瞪了他一眼 劫后越快越好 李玉脸也黑了下来转身欲走 你上哪儿去你 上哪儿去还要跟你报告 你把我往酒店一扔就算拉倒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不是消费的体育快的吗 简随鹰冷笑道 怎么心疼了你以为白干我不要钱啊 每次简随鹰拿这件事刺激他 他都浑身难受就瞪眼道 你把你自己当卖的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听到这话简随鹰不断刺激李玉 李玉猛地扑过来将他按倒在床上 简随鹰强装镇定 目光似乎也有热度 让他身体不自然地灼热起来 李玉很抗拒这种难以自知的身体反应 就在他紧张的嘴唇都在颤抖的时候 简随鹰突然勾住他的脖子 含住了他的嘴唇 简随鹰轻够了就罩着他舌头咬了一口 这一下给李玉痛醒又尴尬又恼怒 简随鹰懒懒地说滚吧 李玉真想抽他几下生生忍住了 还不滚站着干什么没够是不是 爬上来我帮你满足 李玉抓着他的胳膊狠狠一拧 把他整个身子都翻了过来 脸朝下被压在床上 简随鹰现在对这个姿势焦虑死了 立刻紧张地叫唤你想干什么 李玉贴近他进到胸膛就贴着简随鹰的后背 简随鹰能感觉到他呼吸急促 胸膛剧烈起伏 似乎忍着很大的怒气慢慢地说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别再惹恼我 简随鹰还想骂他结果刚一张嘴 李玉就从床头的抽纸盒迅速拽了几张餐巾纸 塞进了他嘴里然后撇下他扬长而去 但是从那天开始 简随鹰多了一个阶段性目标 那就是把李玉欠他的统统讨回来 那事过去了一个多月 简随鹰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有一天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想见李玉就特别神经地开车去了李玉的学校 在那偌大的校园里转了一圈而又一圈 最后把自己转迷路了 他掏出手机在自己还没后悔前拨出了李玉的电话 电话倒是很快接了 但却不是李玉的声音 是李玉的室友李玉在洗澡接不了电话 告诉了室友意图 简随鹰就坐在一个石凳上等着电话 结果左等有右等 等了快半个小时了屁都没等来 简随鹰知道李玉是不会来了 心里又失望又愤怒 打算开车走人了 这时电话却突然响了 简随鹰的心猛的一跳 看向屏幕上面赫然是李玉的名字 他接了电话 李玉依旧冰凉的声音响起 你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你 你不说你在东门吗 我到了 简随鹰这才想起自己随口扯的话 说了自己不在东门 李玉有些不耐烦 那你在哪个门 我哪个门都不在 李玉一字一顿道 简随鹰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他想也没想赶紧拨了回去 足足打了六七个电话 李玉才接了 干什么你还没玩够 我在你们学校我迷路了 我不知道在哪 那你干嘛说 你在东门我从宿舍走过去 要十五分钟 我不是让你洗完澡 给我回个电话吗 你回个电话不就都解决了 李玉翻了个白眼 问道你跑来我学校究竟什么事 没重要的事 你就自己回去吧 没事不能来啊 又不要门票 李玉用鼻子哼气 你回去吧 简随鹰气急败坏 要求李玉立马来接 不来我就给你个打电话 李玉咬牙道 简随鹰你个臭无赖 接着简随鹰迅速地 描述了一下自己所在的地方 俩人费劲地沟通了半天 李玉总算知道了大概地方 他道你那儿离我太远 我得回去开车 你等着吧 简随鹰被蚊子咬得没法了 只好跑车里待着 过了一会 一辆奔驰在他车旁边而停下了 李玉随手带上车门朝他走来 只有没看着他 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我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顺便提醒你一下 你还欠我一次呢 李玉脸上浮现不渝之色 转身就要回车上 简随鹰拽着他胳膊 就跟他拉扯开了 李玉心里一阵烦躁 他今天就不该来 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才会真的跑来见他 见到这种人能有什么好事 拉扯之间就免不了肢体碰撞 李玉非常抗拒地一直往后退 就是不想让他碰到 跟碧温神似的 把简随鹰气得脸都红了 李玉叫道你究竟要干什么 是不是鼠疯狗的不长记性 这么纠缠不休 简随鹰怒到老子就是纠缠不休了 有种你挖个坑把我埋了 我看这地儿就挺好 尸体一时半会儿都发现不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简随鹰把他用力往车门上一推 狠狠堵住他的嘴唇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 李玉被简大流氓非礼强吻 前前后后都有三四次了 要说也该麻木了 可是这次他却跟被雷劈了似的 身体一僵之后 异常激烈地反抗起来 简随鹰一边啃一边唇齿不轻地说 你给老子亲几下怎么了 更缺德的事你都对我做了 我占这点便宜你都不让 天下便宜逗你一家的 李玉脸背得通红推扫之间 俩人身体不停地碰撞摩擦 简随鹰扯着扯着身体就僵住了 李玉也跟着僵住了 俩人之前的气氛一时之间诡异到了极点 突然简随鹰笑了出来 特别直白地调侃到小李子来感觉了是不是 李玉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他低着头甩开简随鹰的胳膊 打开车门就要上车 也是该他倒霉气昏了头 忘了自己刚从车那边绕过来 现在开的是副驾驶的门 简随鹰简直如鱼得水 一下子就把他扑倒在座椅上 李玉只觉得脑子里某根儿弦断了 他明知道今天不该来见简随鹰的 李玉无处可躲 因为无论怎么动都必须得碰着简随鹰 只能羞愤地被简随鹰上下骑手 简随鹰心中窃喜 他太能理解刚开婚的小楚男的心情了 哪个男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简随鹰的心情有些复杂 其实要是李玉真心跟他好 哪天兴致来了要求在上边也不是不能同意 毕竟李玉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了 说来道去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李玉了 简随鹰轻轻地摩擦那一小块儿皮肤 含糊地说让你假正经 李玉觉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全身血液都往小腹出聚集 随鹰对他的百般调侃更是让他邪火直窜 他心里一横也豁出去了推居的手改变了方向 直接从背后伸进了简随鹰衣服里 摸索着那柔韧光滑的背脊 等到他主动出击的时候 他才不得不承认这才是他想做的 摸索着找到了调节座椅的按钮 一下子把椅子放平了 空间瞬间宽越了不少 李玉被他压在身下 他们就像两条饥饿野兽般肢体缠绕 拼命想从对方身上获取更多 简随鹰浑身泛红 微微仰着脖子低声身影着 李玉睁开满是晴玉的眼睛 刚好看到的就是简随鹰修长的脖子 和上下鼓动的猴结 他咽了口口水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渴望 开始慢慢吸吮着 简随鹰闷哼一声 受了刺激一般浑身一颤 随后便觉得一直挺着的腰有些酸 就歪在了李玉身上 这过程之间俩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直到李玉把手伸进了简随鹰裤子里 简随鹰才猛地清醒了过来 他一把握住李玉还要往里探的手 俩人四目相接 不满晴玉的眼里都显出了一丝尴尬 尤其是李玉她的眼神像是醉酒般迷蒙 简随鹰满面红潮李玉看着她这副样子 只觉得体内的暴虐鹰子都被勾了起来 一把按住简随鹰的后脑勺 将她的脸压向自己说 你来找我是想干什么 简随鹰轻声道我想你 李玉突然狠狠稳住她的唇 趁她轻地投入 灵巧地一个翻身 把简随鹰压在了身下 简随鹰立刻反应了过来 骂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还想来强的 李玉喘着粗气看着她 目光中充满了隐忍和渴望 下身难耐地蹭着她的大腿 有些不知所措 简随鹰能感觉到 李这小楚男肯定忍不住了 可她在难受 自己也没有主动现身的道理 知道自己打不过李玉 想来硬的也不可能 虽然很是扫兴 也只能推着李玉的肩膀 把俩人的距离拉开 你不乐意拉倒起来 我回去了 李玉气得牙都要咬碎了 一手横压在她胸前 让她根本起步来身 怒到简随鹰你这个混蛋 你招惹我完了就想走人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过消停日子 你不想坐来找我干什么 谁说简随鹰不想她 只是想在上面而已 当然被李玉拒绝 简随鹰不理解直男的脑回路 明明自己也听爽的 一到这事上就开始急歪便要走 李玉死死压着她 眼睛发红地瞪着她 不准她走 简随鹰看着她这副样子 感受了一下大腿上 硬邦邦热乎乎的东西 突然觉得李玉挺可怜的 估计这孩子是憋坏了 想强来吧没喝酒 过不了心理纳关 不做吧估计得憋出病来 简随鹰心想 这可真是白简的笑话啊 要不再欣赏一会儿 李玉也知道自己相当狼狈 可是浴火被勾起来了 哪是说淡定就能淡定的 结果李玉就这么腻歪在她身上 处处点点而小火苗 把她烧得怪痒痒的 让她愈发饥渴难耐 李玉虽然手法轻色 却架不住让简随鹰感受到了 她想讨好自己的纳粉儿心意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啊 简随鹰立刻就很没出息地心软了 李玉敏感地感受到了她的软化 立刻适时地贴在她耳边轻声说 简哥让我来吧 这一句软绵绵甚至带了点撒娇味道的话 让简随鹰真是瞬间丢亏气甲 心里确实有点而舍不得李玉这副难受的样 稀里糊涂的就想随她去了 李玉心里一阵窃喜 她已经基本摸清楚了简随鹰的脾气 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 你越横她越横 跟你叫这劲比谁更绝 但是一旦来自软的 就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简随鹰有些后悔自己这么大意现身 可看着李玉急狠了几次心 都没法把她一脚踹开 只能咬牙说我钱包里有 李玉愣了一下 从她口袋里翻出钱包 两人如同野兽般温度不断攀升 简随鹰被欲望侵占的大脑中 偶尔能闪现那么一丝的清明 她此刻唯一能想的 竟然是还好车门没关死 要不她俩说缺氧就缺氧 指不定就这么过去了呢 那肯定要上社会板块也太丢人了 俩人完事了提裤子收拾残局的时候 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吭声 李玉有些尴尬的拿抽纸擦着椅子 简随鹰把脸扭到一边 手指僵硬的系领带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系了半天愣是系不上 气得她一把拽下了领带 李玉看了她一眼后就要接过领带 简随鹰粗声道不用了 大半夜的系什么领带 李玉抿了鸣嘴 还是系上把你钱筋扣子掉了 系上钱筋就不会敞开了 简随鹰有些粗暴的推开车门就要下车 老子乐意敞着 她这时候鞋还半搭了在脚上没穿好 车离地又高一下子半倒了 眼看就要脸朝下摔下去了 李玉一把把她拦腰抱住 低声道你又生哪门子气啊 莫名其妙 简随鹰气自己没经得住小狐狸的诱惑 大老远迷着路为着文字 苦等一个来小时就为了把自己送上门来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李玉看着她敞开的衣服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她小声说你饿不饿去吃宵夜吧 简随鹰头也不回 不吃赶紧带我出去 结果李玉开车带她兜了一个圈子 停在了一个卖麻辣烫的小店面前 下车敲着她的车窗 10.8体力消耗那么大你肯定饿了 简随鹰刺压到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就你那块枪手的速度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李玉把手伸进车里按开车锁 把车门打开 然后把简随鹰声拉硬拽地弄了出来 她看了一眼那小店面少爷病就发作了 低声骂道你真好意思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 李玉不管拽着她往麻辣烫店走去 俩人挑了角落的位置坐下 拿签子插了颗牛肉丸送到她嘴边 简随鹰眯着眼睛看了那牛肉丸半天 最后勉强张嘴含了进去 味道确实是非常的好 简随鹰心想难怪这群有着年轻健康内脏的学生们爱吃呢 李玉笑着说随林可爱吃这家的麻辣烫啊 每次来找我晚上肯定要来这儿吃一顿 简随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她也确实有些饿了 最后在李玉的鼓动下也埋头吃了起来 最后俩人称的都不行了 结账的时候她看李玉递给那大妈一张五十的 她瞪大眼睛看那大妈还找了她十来块 简随鹰长这么大绝对没有经历过 有人请她吃饭只花了三十多块钱的时候 尤其这个人刚才还上过她 她的心情都没法用言语形容了 她又不能明着说你占尽我便宜完事了 请我在地摊吃了一顿三十多块钱的麻辣烫 你寒不寒碜 你要不要脸 她心里那个憋气啊 虽然这么比喻不对 她就是觉得自己的成交价也低了吧 李玉完全就没有这个觉悟 说到走我送你出去吧 简随鹰瞪了她一眼又是碰的一声甩上车门 李玉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简随鹰跟着李玉的车开了几分钟 就看到她来时的那个大门了 一脚油门踩下去窜出了校门扬长而去 李玉眼见她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 微微愣了一下 看着逐渐消失的车屁股 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简随鹰回去之后一连消沉了好几天 她正看着电脑屏幕发呆呢 小林子敲门进来了 她哥调整了下思维回到工作状态 随鹰慢慢放下资料 眼睛紧盯着哥哥的脖子 简随鹰发现她没走抬头道还干什么 小林有些尴尬地直指她的脖子 简随鹰摸了一下 记得这里有一处吻痕 好像时不时会露出来 然后把一领子提高了点 随鹰深吸了口气平静道 哥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 爸叫你有空回去 提醒过后小林子便要离开 去被他哥叫住 询问弟弟是不是经常去找李玉 简随鹰愣了愣 脑海中浮现了在海滩上那一幕 斟酌了一下我们偶尔见面 接着大哥就不耐烦地催促弟弟 该找女朋友了 倒不是怕翘抢脚 还等着传宗接代呢 不能让他哥给耽误了 小林子半垂下眼帘 没有说话 简随鹰翻了翻自己的日程 决定周五回去 并又叫住了要走的弟弟 问到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孩 是不是都喜欢吃那些脏兮兮的路边摊 这问题问得有些突兀 简随鹰愣了一下 还行 有时候打完了球 一大帮人一起去吃挺开心的 简随鹰出去之后 他哥叹了口气 他今年二十七了 突然意识到 这可能是他人生中头一次 遇到了所谓的感情问题 还是跟一个小了自己七八岁的男孩 周五晚上回家吃饭 又跟他爸闹了个不痛快 他爸对他最近的投资动向 提出了一堆问题 俩人一言不合就拔高了声调 吵嚷了起来 简随鹰下楼的时候 憋着一肚子的气 没注意看脚下一脚 就提到了一个大词评上 他环视四周 冲着一屋子看着他的人骂道 谁把这破玩意儿摆这儿的 长不长眼睛 简随鹰和他妈脸色骤变 开车回去的时候 速度明显照片时有些不稳 觉得有些不安全 就把车搏在路边 掏出手机来 给李玉发了条短信 询问他在干什么 恰巧李玉在上网看电影 就这么短短几句 没有意义的对话 就让简随鹰心情意外地平静了下来 他转发了一个链接给李玉 那视频取了个特别纯洁的标题 不过李玉一想到 是简随鹰那种人转给他的 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把音响关小了才打开 一打开果然是赤裸裸的场面 李玉愣了愣 赶紧心虚地关掉了 这时候简随鹰的短信又过来了 那小孩长得是不是有点像你 李玉知道简随鹰嘴欠的毛病又犯了 赶紧回到 我觉得像你妖力不错 简随鹰一看老脸 有些挂不住了 迅速地回了一句 去你的 心想自己真是自取其辱 李玉这小子越来越混蛋了 李玉电话来了 简随鹰本来不想接 后来还是没忍住 李玉问道你给我发那个是什么意思 你这两天躲着我是什么意思害怕了 简随鹰不可能惧怕李玉 李玉也懒得跟他抬杠了 说要把项目传真给他 谁知道简少爷就想见李玉不收传真 李玉无奈打算亲自送去 第二天简随鹰出门之后 开车去了理发店打算修修头发 刚好发现他们店里新来了的男孩 长得很漂亮就招呼他来给他剪 结果剪完头发简随鹰傻眼了 镜子里顶着那傻子头的是谁啊 简大哨当场就火了 正巧这时候店长来了 再怎么补救效果也不大 最后简随鹰一狠心剪个板寸 那男孩知道他准备走的时候 还累也汪汪地跟他道歉 简随鹰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长得挺可口 就心里想着让男孩跟他两个月 李玉直到快午休的时间才过来 穿着一身运动服 一进他办公室的门 看着他头发就笑了 简随鹰气得差点掀桌子 本来还愁怎么找他查呢 一看他衣服就来劲了 穿成这样跑我公司来给我丢人呢 是吧 李玉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 就要马上走 简随鹰更生气了 李玉真觉得跟他没法沟通 简随鹰见李玉不吭声 靠坐在椅子里慢悠悠地翻着文件 一张只看半天 李玉终于不耐烦了 说到那你先看回头 我们电话联系吧 我真要走了 简随鹰偏偏不让 李玉算看出来了 这是专门找他会起来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又哪得最叹了 想起了上次车里那回 李玉立刻不淡定了 简随鹰终于把那薄薄几叶纸翻完了 往桌子上一拍重写吧 李玉早就料到了 拿起文件准备走 简随鹰跟着站了起来 隔着桌子挽留 李玉顿了一下 突然转过身又走了回来 在简随鹰微愣的时候 绕过桌子勾着他脖子 就清了下去 这还是李玉第一次主动 把简随鹰直接干猛了 以为自己做梦呢 愣了那么短短两三秒后 他立刻回过近来热情地回应 俩人这边正紧张着呢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简随鹰的表弟来了 进来一个垂头丧气 被削得鼻青脸肿的倒霉孩子 简随鹰心里一阵痛快 心想这是谁啊 干了他一直想干的事 要让他知道得给包个大红包 白新宇哭丧着脸 进来之后 七七哀哀地叫了声歌 简随鹰也看了一眼李玉 决定还是给这二十多岁的小子 留个面子 就让李玉先回去了 李玉走了之后 白新宇才结结巴巴地把事说了 这小子跟人赌球 输进去三百多万没钱还了 简随鹰给他气得头脑发热 接着被让小林子也出去了 站起身一步步走进白新宇 一个剑步冲上去 拎着他脖领子 把他摁到了墙上 严厉的目光狠狠切割着他的皮肤 白新宇吓得直求饶 简随鹰捏着他的下巴很声道 你给我听好了 你该烧香拜佛 你生在了个好人家 要不是冲着大仪 我绝对不会管你 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任你自生自灭 你就是被人活寡了 我都不会管你 听懂了没有 白新宇身子躲得跟筛糠似的 泪眼汪汪地看着简随鹰 简随鹰打算找他爸谈谈 白新宇往公司外走的时候 简随鹰走上去温和地笑道 宇哥我请你吃饭 带着疑惑被他半推着走了出去 简随鹰累了一天出门的时候 八点多了 他下午去找他大姨和姨父的时候 觉得不过两个月没见俩人 好像又老了不少 他心里也相当不痛快 愤愤地想如果他不是自己的表弟 自己第一个抽死他 他休息的时候忍不住又想起了李玉 他掏出手机拨了的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好久才有人接 那边传来李玉在拳击场 气喘吁吁的声音 简随鹰便要过去看看热闹 到了李玉训练的地方 站在门口看着李玉 目光在他汗晶晶的身体上打转 简随鹰看着看着 脑子里就忍不住浮现了一堆桃色的画面 顿时就感觉身体不对劲了 旁边儿打扫卫生地注意到他便问 请问你有什么事 简随鹰到我等人呢 俩人声音不大但是训练场空旷又安静 李玉拿毛巾抹了把脸 看着简随鹰 我都说了你来了我们也结束了 要不是为了等你 我也不至于被教练单独抓着训一顿 简随鹰扯着嘴角一笑 微微眯着眼睛 俩人目光在空气中接触的时候 有什么暧昧热烈的气氛就慢慢生疼 这时候打扫卫生地在门口喊了一声 你最后走可记得锁门啊 李玉的眼睛还盯着简随鹰随口答道好 场馆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安静到落真可闻的地步 简随鹰伸出手指轻挑地勾了勾李玉的背心袋子 去洗个澡一身臭汗 这话怎么听都像情侣间暧昧的埋怨李玉心神一颤 简随鹰这老油条 不知道对多少个人练过 这么赤裸的眼神都一点不害臊 李玉慢慢拧开了门 然后回头一把抓住简随鹰的胳膊 一下子把她拽了进去 简随鹰倒是挺乐意跟她一起洗澡的 她的意思是 能不能至少让她把衣服脱了 这套衣服昨天刚买 还没穿热乎呢 不能水洗 李玉显然没这份细心 直接就把她拽进了淋浴间 哗啦一下子拧开了花洒 然后直接把她按墙上就清 这时候就跟饿了好几天的狼似的 拼命撕咬着对方拉扯着彼此的衣物 李玉先把简随鹰送上了车 然后让她走 简随鹰一脸懒散的样子让李玉上车 开车就把她带回了自己住的地方 简随鹰腰酸腿软 要李玉做点东西吃 她中午和晚上都没吃饭 还做了那么消耗体力的运动 这时候真是鸡肠碌碌 几口就把东西扫了个干净 简随鹰把碗一放捏了捏她的脸蛋 要当我简随鹰的媳妇做饭这块儿合格了 李玉吃笑一声没搭理她 吃完饭还是李玉收拾的 简随鹰抱着电脑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看什么看得直乐 李玉收拾完凑过来一看 简随鹰刷论坛呢 她看了一眼李玉 突然不怀好意地问她要不要看 李玉坐到她旁边说 看完了拿你练习 简随鹰瞥了她一眼 想要这次坐上面那个 李玉不同意简随鹰 觉得扫兴透了 她再一次意识到 跟直男无法有效沟通这一难题 这次不行 下次再找机会吧 慢慢人生路 她就不信她不能上李玉一回 虽然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可是她心里始终不舒服 把电脑一扔 就准备回卧房睡觉了 她进屋躺下之后 李玉也跟了进来 一下就钻进了她被窝从背后抱着她 李玉这种小狗式的讨好方式 不怎么高明 却让她填到心坎里去了 简随鹰转过了身 看着李玉漂亮的脸蛋 俩人一来二去的又开始上火了 这个双休日 两人度过了异常疯狂的两天 没有踏出家门半步 以至于星期一早上一觉醒来 该去上班的时候 简随鹰觉得自己仿佛 做了一场下流到了极点的梦 这梦想想 都叫人不好意思 却也回味无穷 一阵寒流来袭 京城陡然降温 正式进入了冬季 简随鹰和李玉之间的关系 却逐渐升温 他们就像普通情侣那样 相处了起来 简随鹰是个相当会玩的人 带着李玉这个可怜学生 简是经历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渐渐地跟简随鹰走得近的几个哥们 都看出来俩人的暧昧了 有眼力见的人 只要不是想得罪她 都不会嘴碎地到处乱说 有时候下了班就去看李玉训练 就为了等她结束了一块去吃饭 对人好的时候有模有样 要是不顺她心了 就跟李玉对着干 通常最后的结果都是卧室解决了 俩人就这么磕磕绊绊 维持着难以明确定义的关系 转眼小半年就过去了 临近年关的时候 简随鹰真是忙上加忙 她的电话几乎隔个几分钟 就要想一次 看到来电显示是简随鹰的时候 她都不想接了 最后是看到简随鹰 发了条紧急的短信 她才接了电话 一接电话简随鹰那头的语气 就非常不寻常 有些畏缩地说 哥你上次让我给饭厅长 他们送房子的事 让雨哥知道了 简随鹰新开发的一个楼盘 中间碰到了一些事情 辗转拖了几个人帮忙 快要开盘的时候 就准备了四套房子打算送人 她把送房子这件事 交给简随鹰去处理 然后她就把这事忘了 没想到就是这四套房子 最后却出了问题 雨哥说 她父母现在在做的一个酒店 选职的事有求饭厅 想借此机会跟她攀攀交情 说白了房子她去送 在上演一出借花献佛 简随鹰当然拒绝 还指责了弟弟 话还没说完 随鹰就把电话挂了 没想到两天之后 她接到了她大姨的电话 大姨在电话里 委婉地求她 把那房子的事 让白新宇跟着小林子一起办 都亲自打电话来了 简随鹰实在无法拒绝 只能答应了下来 李玉窝在她家的沙发上看书 听闻此事面无表情道 你这个表弟是个大麻烦 我觉得以随鹰的谨慎 这件事可以办得很好 但是你既然把白新宇 弄进这件事里来 出了什么差错 你就得自己承担 可别怪随鹰 简随鹰朝她翻了的白眼 不以为然 李玉翻了叶书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我也觉得 这事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只是 既然你提到了 我也就随口说说我的意见 简随鹰反手抱住她的腰 要她休息眼睛 还把李玉的书打一遍去了 抬手就勾起她的脖子 把她的脑袋往下压 罩着嘴唇亲了一口 李玉也配合着俯下身 在她脸上落下几个吻 简随鹰一下子来了进 手伸进衣服里摸她 有些急迫地扯着她的衣服 两人将这段时间 对彼此的渴望 一并释放了出来 三十二晚上 简随鹰和李玉自然是各回各家 简随鹰对着一屋子倾气 酒也喝得醉醺醺的 最后实在喝不动了 走路腿肚子都直颤 简随鹰给她挡了好几杯酒 把她扶了起来 跟桌上人解释道 我哥真喝多了 我扶她进去休息一会 小林子把简随鹰 扶进了她自己的房间 放到了床上 简随鹰觉得胸腔有些不顺畅 潜意识利 迷迷蒙蒙地说起之前房子的事情 就晕睡在弟弟的床上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似乎是睡着了 简随鹰已经很久没见过她哥 这样毫无防备地睡在她面前了 如果她知道自己 对她抱着什么想法 恐怕连眼睛都不敢闭上吧 简随鹰的手从她的头发移到了额头 指尖跟羽毛一样轻轻在她脸上跳跃 从眉心到鼻子最后到了嘴唇 简随鹰的嘴唇总是看上去很软的样子 简随鹰心跳突然快了起来 看着那微起的唇生出了无限的渴望 她轻轻唤了一声歌毫无反应 便胆子大了起来 慢慢俯下身把嘴唇贴在了哥哥的唇上 那一瞬间她连呼吸都停滞了 她不敢有任何动作生怕吵醒了简随鹰 正在她犹豫着是结束还是大着胆子继续探索的时候 简随鹰突然嘟唠了一声 突然伸手勾住了她的脖子 简随鹰的后脑感受到压力不受控制的向下 跟简随鹰重重地亲在了一起 简随鹰瞪大了眼睛 她觉得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几经窒息大气都不敢喘 紧张中听到了她哥在说什么 她在说两个字一个人的名字 李玉 简随鹰在听清楚的一瞬间 一股由衷的愤怒与嫉恨瞬间充斥了全身 简随鹰第二天醒来简直是头痛欲裂 突然她猛地想起了什么 开始起身到处找手机 按开手机二十多个未接来电和短信 没有一个电话是李玉的 又翻了短信才发现有李玉的名字 她打开一看顿时无比的失望 李玉给她发了一条祝福短信 一看就是那种不知道从哪转来编好了词群发出去拜年的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简随鹰也觉得自己纠结一条短信挺没意思的 但她就是不舒服 就给李玉去了电话 上来就叫李玉李老二 一般简随鹰只有找不通快的时候才会叫她李老二 李玉一听就知道有事 简随鹰质问李玉昨晚为什么没打电话给自己拜年 李玉解释昨晚给隋琳打电话 她说你喝醉了 正在睡着她就没打 那口气让简随鹰觉得自己 好像无理取闹的怨妇似的 这更让她来气了 可是她觉得再说下去更有这个嫌疑 她就处于传说中 说了矫情不说憋屈那个难受警之间 气得她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 最后干脆把电话挂了 简随鹰又在床上躺了半天 才懒洋洋地起床洗漱吃饭 她下楼的时候她爸在楼下看报纸 一看她下楼就笑 随鹰你是多长时间没喝酒了 昨天那么快就不行了 主要是他们围着我关太遭罪了 简随鹰揉着脑袋打算 金初三再去她爷爷过年 她爷爷不待见简随鹰看到她 也是爱搭不理的 知道简随鹰肯定也不想去 谁知这次简随鹰一反常态 想一起去看爷爷 简东远也挺高兴 简随鹰趁热打铁道 今年打算带着小林子 去给老李家拜的年 想到李玉那张总是清清淡淡的脸 真叫她又爱又恨 晚上带着小林子去李家拜年去了 李玄把简家两兄弟带到了会客室 简随鹰顿时觉得轻松不少 俩人又随便扯了几句闲话 简随鹰就切入正题 还是谈那块地 他们聊了一会儿就达成了共识 李玉这时候突然插嘴道 等我哥回去之后 这件事的联系工作 就由我来负责吧 简随鹰看了他一眼后 忍不住在桌子底下 拿脚踢了他一下 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笑道也好啊 你跟你哥联系也方便点 这个项目有任何进展 你随时跟我汇报 李玉表情有些窘迫 深深看了简随鹰一眼 把腿往回收了收简随鹰轻扯嘴角 看着他那副正儿八经的样子 就特别想逗他 俩人正面对面坐着 简随鹰做这一切又方便又隐秘 李玉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简随鹰一边装模作样地跟李玉品查 一边大胆地直接伸出脚 磨蹭李玉大腿内侧 李玉身子一晃 脸上浮现尴尬的神色 李玉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这么大的椅子都坐不稳 简随鹰滴滴笑了两声 冲李玉快速地眨了眨眼睛 李玉瞪了他一眼 那一瞬间两人的对视非常短暂 却还是被简随鹰敏感地捕捉到了 简随鹰看李玉那谨慎的样 也没心情再逗他了 坐了两个小时 看时间差不多就告辞了 李玄本来打算送他们出门 结果刚到门口手机就响了 李玉就送他们出了门 到了车门边 简随鹰打开了驾驶座的门 把小林子塞了进去 然后拉起李玉就要往旁边而移动 李玉就跟被电打了似的 一下子甩开了他的手 简随鹰诧异地看着他 李玉表情僵硬 用余光携了一下车里 沉生到做什么 简随鹰心里很不适滋味 跟你说两句话不行 李玉抿了名嘴 眼神有明显的拒绝 简随鹰也知道 他这样是为了避嫌 装还是妥协了 简随鹰从他身边越过 坐进了副驾驶 目视着前方对小林子说回家 简随鹰从后视镜看了一眼 那个挺拔军翼的少年 目光冷如冰霜 简随鹰因为心情不好 早早就歪在了床上打算睡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是李玉邀约他明天出来 简随鹰真希望明天能见到李玉 可是已经安排好了 要去给他爷爷拜年一样 不能耽搁 他道要不现在出来吧 挂了电话就从床上蹦了下来 想到一会能跟李玉 好好亲热一番 就恨不得马上能飞回自己的公寓 这小李子真是个妖精 把他迷成这样 李玉带着一身寒气进来了 简随鹰走过去 照着眉头摸了摸他通红的耳朵 触感冰凉 李玉慢慢抓开他的手 盯着他说 咱俩的关系你也知道是不能公开的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了不至于那么无聊 可是你今天那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怕被他们看出什么 简随鹰赤笑觉得这么大点事 不至于发怒 李玉却没有笑表情 反而很严肃 觉得不是小事 想到简随鹰看他的充满质疑的眼神 他到现在还浑身难受简随鹰烦躁的想扇他 李玉狠狠看了他一眼 用力地把大衣拉链拉上 转身就要走 简随鹰扯着他的衣服火道 你给我回来 是不是我得给你赔礼道歉啊 李玉冷着脸看着他 你想过我没有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这句话可彻底把简随鹰惹毛了 他一下拽着李玉的衣领子 把他摁在了门上 怒道你说谁不要脸 你再给我说一遍 简随鹰气敬他眯着眼睛道 李老二 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 我都看不出这算个事 你跑我这机歪什么 我自己没有轻重嘛 不过跟你开个玩笑 你看你这样有意思嘛 李玉眼里饱满怒火 简随鹰意识到他是真的在生气 已经很久没见过李玉这样了 便自己检讨了一下 简随鹰看了口气 放松了手上的力道 轻声道算了小李子 咱俩别闹了过年呢 能和和气气的不 李玉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简随鹰会先让步 简直太阳打西边而出来了 一时之间真把他弄弄了 他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要说的话 此时卡在了喉咙里 简随鹰照他嘴唇拨了一下 实际上李玉已经出汗了 他半推半就的 被简随鹰把大衣扒下来 李玉心里涌上一股 难以形容的感觉 他看了简随鹰一眼 又把眼光移开了 简随鹰依然堵在李玉身前 拿额头顶着他的额头 暧昧地问着 这几天想不想我 李玉看着他不说话 简随鹰把手伸进他衣服里 抚摸着他的背景 轻啄着他的唇绊 哑声道来嘛 李玉反手将他退到对面的墙上 狠狠堵住他的嘴 粗暴地吸水 俩人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 只要一碰触到对方 就能轻易点抱 李玉今天有些急迫 没做什么前戏 弄得他很难受 简随鹰叫到轻点李玉 就跟没听见似的 难受的不行 就咬着牙忍着 他在迟钝 也感受了李玉是故意的 等李玉结束的时候 他已经有些不清醒了 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躺着 不一会 他听到浴室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李玉穿好衣服出来了 要走 简随鹰心里有奇异 从床上爬起来 要李玉弄点吃的 但李玉执意要走 简随鹰点了割烟 手都发抖 你完了我三个小时 给我做炖饭都难为你了 李玉动作炖了顿 一言不发地去厨房了 过了一会 他端了碗面条进来 简随鹰看着那碗面条 上面生腾着的热气 熏痛了他的眼睛 他用力一挥手 把那碗面条 全打在了李玉身上 李玉愣了一下 揪起简随鹰的衣领子 就想打 只是接触到 简随鹰的眼睛时 在半空中的拳头 就怎么都砸不下去了 简随鹰低声说 李玉 你真不是东西 李玉慢慢松开了 他的衣领 把今晚一直想说的话 说了出来 咱们到此为止吧 简随鹰双目充血 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此时也因为太过难受 而说不出话来 李玉无法直视 简随鹰的目光 抓起外套就跑了 简随鹰愣了很久 然后粗暴地 把床头柜上的 所有摆设物件 一股脑地给扒拉到了地上 第二天 简随鹰睡过了头 是被他爸的电话 给吵醒的 仨人加上司机 立刻就出发了 简随鹰双手抱胸 靠在座椅上闭目眼神 从回家到现在 几乎没说过话 小林子一律地看了他几眼 最后忍不住轻声问道 哥你昨晚去哪了 简随鹰能看出 他哥心情非常的不好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他哥心情不好的时候 习惯拿身边一切撒气 这样闷不吭声 实在是过于少见 简随鹰是真的不甘心 李玉既然这么翻脸不认人 也用不着跟他客气了 到了爷爷家 简随鹰就把最近在干什么 都给他爷爷说了 说着说着 老爷子就说到李玉身上去了 简随鹰一听他名字 就有种便秘的感觉 又憋居又窝囊 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觉得话里有话 简随鹰不仅自嘲地想 他要把实话说出来 老爷子得吐血吧 他扯着嘴角一笑 随口说李玉受了点伤 老爷子不明所以一直追问 简随鹰凑近他悄悄道 那小子的那玩意 好像不太好使 到处找医生治疗呢 老爷子眼睛突然亮晶晶的 也压低了声音 燃起了八卦之魂 接着便惋惜了起来 简随鹰本来只是随口胡周 图个心理痛快的 不过转念一想 最好李玉那玩意 有毛病的是 传遍整个京城 以后看谁敢 给他介绍对象 第二天早上 简随鹰自己开车 去看了看 他那个酒店的项目 看着空荡荡 一点人气都没有的 杂乱的施工现场 心里空落落的 很不好受 他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带着李玉 给他讲自己的项目规划 那个时候 俩人还只是上下属关系 李玉对他讲话 还客客气气的 谁知道 不过几个月时间 就从陌生到熟悉 再从熟悉到屁都不是 他刚到家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看屏幕 是理发店老板的 又提起了半年前 小猪的那个事 简随鹰想起之前 是有那么个 长得挺漂亮的男孩 他想包来着 结果一问人家不乐意 当时简随鹰 也正跟李玉打得火热呢 也就没在意 扭头就给忘了 他现在连那男孩 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 现在男孩同意了 一会就过来 一会他就听到了敲门声 男孩抬起头 露出一张白金漂亮的脸蛋 简随鹰坐到沙发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小猪走了过来 小声道 简少过年好 他能感觉到 小猪特别紧张 就安抚地拍拍他的背 漫不经心地问 多大了 19岁跟李玉差不多大 但是看上去 比李玉小丢人堆里 就跟中学生似的 当天晚上 简随鹰就把孩子 给享用了一番 他对这男孩 还是挺满意的 长得好看 身体也漂亮 而且不多话 想到这半年多来 成天跟李玉混在一起 都许久没有尝过 这种主宰的乐趣了 所以他真心觉得 自己对李玉做得 已经非常到位了 可惜人家依然不稀罕 看着那男孩双腿发抖 还下床给他找打火机 他也起了点怜惜之心 男孩给他点上烟 规矩地站着 叫他 那我 是 说